是心机深沉足智多谋的招王殿下 却故意伪装成眼瞎腿瘸的病毒王爷 本以为自己新过门的媳妇似的奸细 怎料满脑子废料的他却整天缠他身子 想要与他酱酱酱 少女本是21世纪的成功人士 却因为广告牌砸中脑袋 意外穿进他最爱的一本小说中 甚至被无良系统要求嫁给书中的残罪王爷 助他成为天下之主 然而拒绝接受任务的宋哥却将系统直接丢弃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 他只想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 为了逃婚 他偷偷摸摸地溜出和服 拥有无数商机的他 准备在古代创业成为天下首富 乃至迎面直接撞上出门寻他的家丁 为了自由他拼命逃窜 跑到拐角的他迅速爬到树上躲过追捕 只是这圆主溺水后的身子击查 才短短几步就累到不行 怎料树枝突然断裂 猝不及防的宋哥直接摔到骨质疏松 可当他抬起头时 一个清冷的猛眼帅哥近在眼前 这一刻 宋哥的心仿佛直接露了半拍 猛眼 轮椅 还帅到惨绝人寰 全身充满了独特的气质 这不就是书中的病弱王爷情招吗 他那细长的手指简直塑到了心态 还有那脖子上的性感黑质 让宋哥恨不得直接上去巴唧一口 姑娘 你还好吧 低沉又富有雌性的嗓音 让宋哥彻底温献 垂涎三尺的他好想生扑 见对方没有回忆 男人有些失落 姑娘是被秦某吓到了吗 心虚的宋哥连连否认 并极力克制着心中的躁动 只是他有些疑惑 刚刚小人没有说话 赵王爷您怎么知道小人是个姑娘呢 男人嘴角微扬 说是闻到了脂粉的香气 毕竟男人身上可没有这个味道 强装镇定的宋哥轻笑着 可内心已被男人苏到麻 为了防止暴露身份 他表示自己是何家的丫鬟 偷偷出门为自家小姐和宋哥打探下未来夫君的样貌 为此他感到非常抱歉 男人摆手表示无爱 只是秦某有件事或许需要劳烦姑娘 时刻为男神献身的宋哥瞬间来了精神 男人从怀里掏出发簪 因秦某出门不便 没能亲自上门拜访 所以麻烦您帮我将这簪子带给他吧 秦某虽身体残缺 不顺钱财 但这辈子 定不会辜负结发妻子 道别后 躺在树上的宋哥玩弄着手中的发簪 原书中的秦昭并非男主 而是最不受宠 且无任何外挂的九皇子秦圣天 完全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登上秦王的宝座 而秦昭在小说里不过是助男主秦王的配角 不仅身体残疾还接连克死好几任妻子 按照现在的剧情 他应该已经克死好几任了 要是自己嫁过去八成也会狗呆 虽然他觉得这很迷信 但又怎样了 反正以后也不会见面了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吵闹声 而那人正是书中的男主秦圣天 可两人的对话 却让他心头一缠 原来秦昭那些未过门的妻子 全是被秦圣天派人制造意外死亡的 就连袁申和宋哥 也是被他故意推下水造成失足的假象 只要秦昭没有七家的帮助 便不会生出夺敌的心思 还能成为他秦王路上最佳的伙伴 被算计的宋哥眸光一冷 既然如此 那我便不会让你如愿了 和府内 所有人还在疯狂寻找逃婚的宋哥 此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当丫鬟打开门后瞬间傻了 这出逃的小姐居然自己回来了 和父和母一脸惊讶 宋哥却哈哈一笑 表示自己只是出门透气而已 而现在的他 已经做好嫁人的准备 父母文言瞬间惊掉下巴 毕竟他之前可是宁死不嫁的 宋哥指着自己受伤的脑袋 如今的他因落水受伤失了容貌 也只有这眼瞎腿 觉得王爷不会嫌弃了 傻屈父母瞬间乐了 只要宋哥嫁给赵王 那他们儿子的官位就不用愁了 心疼原主的宋哥一声叹息 为了儿子的试图出卖女儿 也难怪原生想要逃了 来到镜子前的宋哥唤醒系统 并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务 毕竟他不喜欢被老鼠盯上的感觉 他要将老鼠统统抓出来 给他们亲自喂上老鼠药 更何况他已经收了郎君的钱财 为他消灾除货理所应当 不就是助他称王吗 脑残老板都能被他辅佐成总裁 这又算得了什么 另一边的招王府内 探查回来的李娘表示 这和家小姐本应溺水快要死了 不知为何又突然清醒了 男人默默地拾起掉落在腿边的花洞 一切的相遇都是定数 而相遇后的取留 就看他是否值得这份饥饿 婚礼当天 吃瓜群众纷纷上街看起热闹 宋哥偷偷探出脑袋 而接亲的队伍中却没有新郎的身影 宋哥有些失落 不过他那腿不能骑马也是正常 一旁的吃瓜群众开始议论纷纷 这婚事乃是皇上赐的 就招王那个残废样哪能接亲 在这之前可是克死了十几个未婚妻 但凡是个正常人又怎会愿意嫁给一个残废 就连这和家小姐 前几日还因此寻过短见呢 粗鄙不堪的话语让宋哥十分生气 他举起喇叭便开启护腹模式 我才没有咨询短见 我家昭昭可甜可甜了 哪是你们这些人能看得到的 喜婆被惊掉下巴 小姐 赶紧回到轿子里吧 这马上就到王府了 可别失了礼数 王府前 一身红衣的招王正坐着扭扭车等候在那 即使被一抹红布遮住眼镜 也无法掩盖他那俊美的五官 看呆的宋哥小脸飞红 迅速缩回轿子的他激动到颤抖 我的天 我家秦昭也太帅了吧 当轿子稳稳落下后 担心对方腿脚不变的他 准备主动下去 怎料两人同时掀起帘子 直接迎面对上对方的脸颊 彼此的呼吸静在咫尺 这让宋哥整个人彻底正主 嗅到爆红的他迅速背过身子 还好有盖头遮住 这一上来就贴贴简直招架不住呀 男人礼貌地伸出手心 今日未能亲自骑马接亲 着实惭愧 若您不嫌弃的话 这剩下的一段路 就让秦某陪您一同讽吧 宋哥闻言先是一愣 可下一秒化身舔狗的 他便握住对方的手 招王也有心了 眼见宋哥就要踩到地上 喜婆连忙上前制止 这新娘禁夫家大门前 是不能粘地的 此时周围的一群人又开始起祸 这家人就该找个身强体壮的 光有个好听的名头有什么用 连个新娘子都背不了 宋哥闻言眉头紧皱 可男人却很淡定 想必这些话他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吧 于是他想到一个点子 让下人拿来红布扑在地上踩着走 不用这么麻烦 这抱妻子过门的能力还是有的 还没等宋哥做出反应 一只大手便搂上他的腰间 被整个抱起的他显然有些惊讶 这突来的操作让他小脸爆红不知所措 索性就如小猫般缩进男人怀里 他不自觉地俯上男人的胸头 哇塞 这胸肌的触感也太好了吧 不能走路还能将我抱起 这男人的肌肉力量简直爆棚了 男人腿却不可怕 只要腰好就行 夫人到了 需要秦某抱你去正厅吗 男人的一句话 姜还在浮想连篇的宋哥拉回 再次对上男人帅气的脸庞 羞羞的宋哥一个弹跳起身 步步并 您竟然叫我夫人 男人轻声笑着 上次在花园里遇到时 本王就该改口才是 宋哥想到几天前的碰面 原来您果真听出我的声音了 我还以为我伪装得很好呢 因为眼睛看不透 所以耳朵自然要灵一点 不过夫人在见过秦某 这副残缺的模样后没有逃 这令秦某很是欢喜呢 心虚的宋哥正在原地 心底清醒他眼盲 看不清自己的表情 虽然之前的和宋哥想要逃跑 可如今的宋哥不会了 他欢快地推着扭扭车前往大厅 就让那所谓的客妻命数 见鬼去吧 角落里 五皇子秦圣阳不禁感叹着 这秦昭为父皇阻挡刺杀 失去双腿 他以为多少能得到点重视呢 没想到如今不过是赐了府邸和王妃而已 就连婚礼都不来参加 九弟 您说这秦昭会不会觉得特别憋屈呢 可秦圣天才无心关心这些 他只觉得这和宋哥能顺利躲过此次自杀 想必其绝不简单 为了试探对方 他命远在路上偷偷撒些碎石 这时耳朵极好的秦昭听到声响 随即抬手示意女人停下 夫人 前面的路不好 请务必小心脚下 宋哥的第一反应 就是有人要趁机过害王爷 男人摇头表示自己刚刚听见碎石的声音 怕他扭到脚而已 可宋哥又怎么会不明白呢 他甜甜一笑让王爷待会不要受惊 随后故意踩到石子 紧接着便一个踉枪跌倒在地 他委屈巴巴地挤出眼泪直呼好痛 和夫和母见状瞬间慌了 你这抛头露面的像什么样子 简直丢人 宋哥摆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这皇上遇刺的凤冠好像摔坏了 何家会不会因此被圣上降罪啊 二老一听瞬间狂了吗 为了何家不受牵连 何复连忙表示不是他的错 因为他刚刚看到有人往地上扔了石子 这是元叔男主秦盛天作为始作俑者 率先将小四抓到跟前 并问对方想要如何处置 秦昭没想到 这女人仅仅用了一招 就逼得对方丢出气子 既然是夫人受的伤 自然由夫人安排 宋哥故意摆出一副啪啪的样子 应应应 伦家乃是女子 怎能替王爷下令 还是王爷您做主吧 男人宠溺地说着无妨 宋哥夹着嗓子喊着王爷 秦昭回应着夫人 差点被狗粮淹死的众人一阵无语 他两个这干嘛呢 五皇子直接上前打断 并提议断掉那人一只手臂 细经上身的宋哥扑进男人怀里 五五好残忍压 夫君保护我 可演戏的同时却不忘趁机摸了一把腹肌 这么好的开游机会 简直太棒了 王兄的好意秦某心灵了 但夫人为人心善 不喜见邪 直接将那人赶出府变心 怎料五皇子却嘲笑他懦怒 这媳妇摔成这样还能忍气吞声 这孬肿就是孬肿 周围的吃瓜群众也跟着一旁附和着 这招王不太行了 然而秦昭内心却无任何波澜 他知道对方是想故意闹大 二位兄弟能来参加秦某的婚礼 秦某已经非常胆急 秦某只想婚礼顺利不奢求其他 九皇子秦圣天故作仁慈的上前客套了几句 随后不顾五哥的反对 亲自将歹人丢出了王府 虽表面上是在为七哥出气 实则是不想将歹人落入他手 他眸光看向被吓成筛子的女人 看来没能溺水死掉真是巧合 像他这种胆怯愚笨的夫人 只会想着讨好傅家的欢心 就是留在秦昭那个懦夫身边也成不了大事 然而在他看不见的该头下 却是宋哥的藐视 这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呢 而秦昭这副白莲花的模样却让他哀到不行 随后一阵彩虹炮疯狂输出 男人有些意外 夫人不怪我没能替你出头吗 无所谓的宋哥两手一摊 身为舔狗还要什么自行车 男人文言一脸猛逼 这舔狗和自行车又是合物 尴尬的宋哥连忙扯开话题 刚才小女不慎掀出盖头 王爷不也是没有怪罪吗 毕竟大家都说这提前掀盖头的女人都不检点 不会不会 心急的男人连连否认 随后一把将女人拉住 表示自己从未这么想 可发现自己唐突的他又连忙松手 男人面露羞涩 等到洞房时 为夫再掀一次盖头 可好 听到洞房的宋哥羞耻的脸红到耳根 当两人拜完堂后 约束许久的宋哥扑通一声飞到床上 没想到被广告拍杂一下 还砸出了个帅气夫君 真得尽 关键对方还是现实中少有的境遇系绅士 彬彬有礼的完全不像个权贵 他想起两人分别时的画面 男人凑到他的耳边亲女 等秦某忙完婚宴 会立刻过去陪着夫人 想到这 宋哥瞬间小脸飞红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可以正大光明的 做他想做的事了 新婚之夜 女人迫不及待地要为夫君宽衣解戴 当问夫君想要什么体验时 对方却直接傻眼了 就在刚刚 满脑子瑟瑟的宋哥躺在床上浮想联天 再过一会儿 不仅可以直面盛世美颜 说不定还能摸摸小手和腹肌 此刻兴奋的他手舞足蹈得如同一只八转 怎料这时丫鬟却突然敲门 说是夫人让他送来洗饼 忙了半天未能进食的宋哥 再看到美食后瞬间饿了 可当他好心邀请对方一起品尝时 丫鬟却显得十分慌张 表示自己是奴婢不可与主子一同进食 随后已有事为由离开了房间 而他这副样子 却让宋哥认定这洗饼里面大有文章 另一边 辩习结束的秦昭正准备回房 可李娘却有顾虑 表示王妃看上去没那么简单 会不会是某方势力派来的奸细 男人表示他自有分寸 随后让李娘停下他自己过去 推着扭扭车的男人一路来到婚房 夫人 秦某已如约而来 宋哥转过身 再次被男人的盛世美颜迷到脸红心跳 他手忙脚乱地寻找被自己拿下的盖头 夫夫君 请稍等一下哈 男人一脸宠溺地让他慢慢来 这事闻到气味的他 询问这屋子是不是有洗饼 盖头盖到一半的宋哥还没来得及回话 就见男人伸手要拿洗饼吃 宋哥连忙上前阻止让他别吃 怎料男人却将手中的洗饼递到他的手上 宋哥一脸猛 说自己反应有点过度 只是这点心来源存疑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不要吃得好 可话音刚落 他那不争气的肚子便咕咕叫了起来 宋哥一阵射死 道歉 小女只是有点饿了 怎料男人直接将洗饼塞进他的嘴里 他瞬间小脑萎缩 男人察觉到他的顾虑 吃吧 没事的 乖巧地宋哥看了男人一眼 随后便巴唧巴唧地吃了起来 可男人却有些疑惑 夫人 您相信秦某 不然怎会如此坦然地吃下秦某塞给您的这块洗饼 夫人不怕有毒吗 宋哥擦了擦嘴角 表示自己相信他的平行 毕竟穿梭而来的他很是清楚 原著中 秦昭乃是皇帝微服私访时与魔教圣女所生 即便他从小在魔教长大还患有眼疾 却始终为人谦卑有礼 哪怕是宫中充满尔虞我诈 他仍旧一片真心对待各位弟兄 甚至当父皇面对危险时 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冲上前为他挡下那致命的意见 可身中剧毒的他也因此再也无法行走 当皇帝问他要何赏赐时 他也是只要了一个可以种花养生的巨族 在面对危险 是即便牺牲自己 也会遵从本心的正人君子 想到这 宋哥淡淡一笑 因为王爷是个心胸扩达的温柔之人 而且事实证明我赌对了 你看 我吃了喜饼也还是好好的没有中毒呢 这答案让男人一时愣住 可秦某 并没有夫人说的这般好 秦某是个废人 没有办法像其他正常男子一样 甚至还会连累夫人遭受世人白眼 所以叫我为妻 终究是可惜了 宋哥一听瞬间来了气 可又不能对他发火 是可惜还是走运 小女心里自然清楚 说罢就要继续开吃 当男人听到他咬喜饼的声音时 瞬间慌了 他摸索地来到女人跟前 让他赶紧停下 慌忙地将手塞进他的嘴里 让他快点吐出来 这盘子里的点心不是全都无毒的 被捅到嗓子眼的宋哥难受至极 随着哗啦一声 连同刚刚吃尽肚的一同吐了出来 树碗口的他嘟囔着嘴 还好刚刚那口还没咽下毒 看来这个丫鬟果然没安好心 好在男人有蚊香变毒的能力 他询问宋哥是不是 何家陪嫁来的丫鬟 可宋哥却不想现在讨论 毕竟春宵苦短至千金 小女更想要夫君宁先带头 与我一同喝浇杯酒呢 男人一阵羞涩 没想到这女人居然这么心急 今天是你我大喜的日子 秦某定不会委屈夫人 男人缓缓挑起女人的盖头 虽然自己拥有夜盲症 却还是能看出她的美目 当两人喝完浇杯酒后 宋哥开心地像个小孩 这酒真不错 男人表示自己听闻他喜欢喝酒 所以才特意准备的 可宋哥更在乎接下来的内容 他亲了亲嗓子 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更衣入洞房啊 说话间 小手已经俯上男人的胸膛 男人有些刚大的推了推 不断靠近的女人 夫人你很着急吗 宋哥忍住内心的冲动 说自己是怕他太劳累 可内心实则快要急死了 能看遍男神全身的机会 谁能扛得住啊 见男人就要宽衣 他连忙上前帮忙 随着外衣一点点的退去 一处皆是有力的胸肌展现在眼前 某人鼻血狂飙百米 他颤颤巍巍地伸出小手 哇咔咔 这么好的腹肌好想摸一摸呀 男人尴尬地皱紧眉头 表示裤子不用脱 宋哥有些失落地站起身 但却不愿放弃任何开游机会 您腿脚不便 不如我帮您上床吧 可男人却再次婉拒 说他可以自己来 于是他靠着手臂的力量 将自己一点点置到床边 随后非常绅士地向女人伸出手 夫人 可以过来了 宋哥被迷得失了魂 他将衣服一甩 迫不及待地就冲了过去 原书中的秦招是个十足的禁欲戏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对方抢破 更做况 他连看都看不见 还不是任由自己随意望眉之可 他嘱咐男人早些休息 然后就能尽快体验自己的快乐 男人嘴角微扬 难道夫人不想再做些别的吗 宋哥闻言先是一愣 随后开心地比了个大大的爱心 那夫君想要什么 闻蕾 调教 六九 还是更过分的呢 色拼少女意外穿书 一觉醒来就能看到诱人的八块腹肌 潺潺微微伸出小手的他瞬间血脉喷张 新婚之夜 少女嘱咐夫君早些休息 因为他知道 书中的秦招是个十足的禁欲戏 对夫妻那档子是完全没有兴趣 可男人却突然提醒他还有件事没有做 宋哥闻言先是一愣 他这清澈如水的眼睛 是真的 什么也看不到吗 放肥的小手来回试探着 发现他的瞳孔没有任何聚焦 确实如失明一般 以为对方开窍的他兴奋地比着爱心 那夫君想要做什么 六九 本磊 调教 还是更过分的 男人一脸猛 秦某是想提醒夫人 你我还未进行解法 本磊六九又是合一 是要为夫做些什么吗 宋哥一阵射死 他赶紧掏出剪刀进行解法一事 当彼此剪掉一缕青丝后 男人贴到他的耳边 秦某以后会加倍对夫人好 恩爱如常 两不猜疑 宋哥激动地一把抱住对方 以后 我也会为王爷遮风挡雨的 次日清晨 本还熟睡的宋哥 慢慢地睁开双眼 当看到男人那俊美的五官时 瞬间清醒 尤其是那超级完美的八块腹肌 让宋哥整个人血脉喷张 趁对方还在睡觉 他伸手捏了两下 这腹肌好撇疼啊 怎料男人突然开口 夫人是很喜欢秦某的腰吗 是啊是啊 动起来肯定很呆劲 女人下意识地回应道 可以抬眼 就看到男人那如神明般的俊脸 卡蜜 我毒神了 羞到脸红的他连忙背过身 说自己是因为头晕才说了胡话 男人轻柔地伸出手试探他额间的温度 如果不舒服 那就再睡一会儿吧 宋哥一个弹跳起身 不用不用 您这么温柔是会宠坏我的 穿好衣服的宋哥上前想要帮男人更衣 可门外却传来丫鬟的声音 他夹着嗓子换着王爷 奴婢翠儿来给您更衣了 宋哥直接横到他的跟前 怎么 你这更衣只有王爷的吗 看到宋哥后 心虚的翠儿一脸慌张 呵呵 看到我没被西饼毒死很意外吗 翠儿连忙避开视线 奴婢不明白小姐在说些什么 奴婢以为小姐还没醒 所以就只拿了一套衣服 宋哥假装无视地笑出了声 那以后就不用麻烦你了 帮夫君更衣这种小事 我最喜欢做了 而这一切全被身后的男人尽收眼底 饭桌上 男人直接开口 之前秦某说过 会让夫人在这里过得安定舒心 这绝不是嘴上说说 若那翠儿有问题 夫人可以自行做主将他赶出王府 宋哥闻言瞬间幸福感爆炮 不过他并不是因为心善才未赶他出府 而是他觉得是有蹊跷 想要放长线钓大鱼 男人有些疑惑 问他何意 宋哥表示是有人想要从此事中获取利益 而翠儿对我下毒 无非是想取代这王妃的位置 倘若我昨日吃下那下了毒的洗饼 那么今早势必会毒发身亡 而翠儿知道王爷宁宁眼盲和腿伤无法忍道 是不会触碰新婚妻子的 所以一大早便打着更衣的幌子出现 想要第一时间阻止您与失去的妻子接触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只戴了王爷一人的衣服 因为死人是不用更衣的 李娘闻言只觉得十分荒谬 我们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让一个丫鬟顶替主子 宋哥哈哈一笑 姐姐 在今早之前 您应该也不知道我的容貌不是吗 您看到的 是不是只有化着浓妆盖着盖头的何宋哥 李娘瞬间心头一紧 现在想想 自己似乎还真不清楚他的容貌 在何家 何宋哥不过是用来联姻的工具 不怎么出门的他鲜少被外人得知容貌 而何家是权如命 肯定不想因女儿死亡的是影响到儿子的官位 于是声音样貌接近的翠儿伪装成王妃 去骗无法事物的王爷是最简单的办法 而翠儿心里清楚这一点 毕竟招王客气一是人尽皆知 所以即便他毒死新娘 何家也不会起 而他自己还能顺利顶替成王妃 李娘越听越离谱 我家主子怎么可能分辨不出您和丫鬟的声音 而秦昭也这么觉得 所以这个计划或许并不是连这种风险都没意识到的翠儿想出来的 想利用翠儿来针对我和王爷 另有他人 难道王爷从没有怀疑过吗 您这段艰难的生活会不会是由于某人刻意为之的 其实宋哥心里清楚 这一切都是由九皇子在背后策划的 他之所以说这么多 就是想旁敲侧击一下秦昭这个死脑筋 他想知道在秦昭听到这些后会是什么反应 如果他和书中描述的一样 是个为人正派的君子 那么自己也会毫无保留 并全心全意祝他成王 秦某不知夫人为何要说这些 不过秦某从未觉得现在的人生有任何艰辛 反倒周围的人对我都很照顾 每天都过得祥和安然 这也让秦某觉得无比感激呢 宋哥闻言心头一颤 这答案果然和他想要听的一模一样 这又傻又天真的天山雪莲男 简直让他招架不住呢 他哈哈一笑 说是自己过于敏感了 随后便故意端起餐盘离开了现场 而他逗趣的模样却让男人笑出了声 李娘很是震惊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自己家主子笑得这么开心 夫人能活到现在真不简单 若让他死掉 就太可惜了 随后他命令娘去将翠儿处理一下 不要直接杀掉 只要他日后不会向九弟透露风声就行 对于那个曾在江湖中生命狼藉的百毒娘子宁来说 应该是最擅长的事情了 正在沐浴的女人竟想诃骗眼盲的夫君与他一起 然后自己便可以趁机为所欲为 可他却不知他的眼盲夫君 实际上能看清一切 面对女人火辣的身材 男人却只能咬紧牙关 假装自己什么也没看见 就在刚刚 发现屋内摆放热澡水的宋哥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怎料身后突然传来丫鬟的声音 奴婢已经帮王爷放好了洗澡水 即便男人多次拒绝 可对方却始终坚持 奴婢是小姐的陪嫁 理应服侍您沐浴 可刚说完 就看见宋哥坐在浴桶里一副美滋滋的模样 翠儿心头一紧 小姐 您刚刚不是在书房看书的吗 这书本哪有附军箱 怎么 你是不希望我在这吗 慌乱的翠儿还想说些什么 就见宋哥对他连连摆手 这里有我服侍王爷沐浴 你可以走了 不死心的翠儿本想要再挣扎一番 结果宋哥的一个眼神 直接让他不含而立就此告退 当屋内谨慎夫妻二人后 宋哥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男人看了半天 男人不自在地干涂了两声 甚至有种不祥的欲感涌上心头 果然宋哥哈哈一笑 趁水还热着 王爷赶快进来洗澡吧 非非非反正秦美人看不见 也不会知道他现在就在浴桶里 还能趁机享受一把鸳鸯欲 可男人却直接婉拒 表示可以自己来 毕竟他的眼睛只是夜盲症 在光线足的地方还是可以看清事物的 可不知情的宋哥哪会放弃这大饱眼福的机会 不行不行 万一夫君滑倒了可怎么办 男人慢慢取下眼前的丝带 就听见身后的宋哥在给他指引方向 您向左边走 我会拉着您的 可当男人转过身时 就见女人湿漉漉地站了起来 即便裹着浴巾 也阻挡不了他那曼妙的身材 夫君快过来 男人瞬间傻眼了 将在那里的他不知如何是好 见对方不动 宋哥有些急了 夫君还要再往前一些 否则拉不住了 强装镇定的情招很是无语 明明自己就在浴桶里 却还要邀请我 这女人究竟是想干嘛 男人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为了不被对方发现自己的眼睛是伪装的 只能硬着头皮将手伸了过去 当初碰到对方沾了水的手后 故意问他为何手是湿的 聪明的宋哥却表示是因为自己帮他试了水温 可不想共浴却不得不装瞎的情招 又开始找借口说自己腿脚不便 想让他帮忙搀扶一下 因为只要搀扶中碰到他身上的水 就可以借此发现他在洗澡的事实 从而借记离开 怎料宋哥故意用脚打出水声 想让对方以为他是为了搀扶 才提前进了浴桶 此刻男人又彻底傻眼了 这这也行 可还没等他想出下一个对子 宋哥便突然将他整个抱起 黑黑王爷 请楼锦怯身地搏奏 纯情到死的王爷瞬间小脸爆红 甚至还有种要窒息的感觉 这女人也太不检点了吧 被抱进浴桶的男人连忙伸手 示意到此为止 剩下的他自己可以 可宋哥怎会就此罢手 他拿着毛巾 不如让我为夫君您擦背吧 男人又彻底炸了 这女人果然不检点 当宋哥的手搭上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都麻了 那个 夫人 你今天也忙了一天 不如早些休息 不用签就请某他 宋哥留着哈喇子 没事没事 这都是举手之劳 男人闻言一脸飞鲜 当余光撇过身后 就看见女人正擦着口水 一脸贼笑 甚至小手还不安分地上下摸索 这女人 简直太放荡了 男人眉头微皱 强忍着不让对方发现端倪 可在他的印象中 作为大家闺秀 应该都是羞涩紧张才对 可他为何犹如楼中妻子 一般如此开放 难道他 根本就不适合宋哥 女人沐浴时 竟想匡骗野芒夫君与他一起 那么自己便能趁机为所欲为 可他的一举一动 却让庄下的男人差点崩溃 他所表现出的样子 完全不像的大家闺秀 这让秦昭甚至怀疑 他是否真的是合宋哥本尊 难不成他所展现的忠诚 都是为了博取自己的信任吗 为了判定他是否是敌方派来的奸行 秦昭决定再多观察几日 倘若他不能承担起 昭王妃的职责为己所用 那实在处决也不迟 可下一秒 脖子间的刺痛便将他的思绪拉回 惊恐地转过身 夫人 您刚刚是在干嘛 男人的内心极度崩溃 这女人 竟敢下手掐我的痣 与此同时 宋哥却在内心窃喜着 这颗小黑痣实在是太性感了 着实没能忍住呀 他也屈巴巴地看着男人 表示自己以为是个灰尘想擦掉而已 秦昭文言一滴汗 这女人 总是能很快找到理由 宋哥尴尬地站起身 已经为您擦好背了 那我就先出去了 可当他跨出浴桶的那一刻 差点让庄下的男人真成了瞎子 小脸爆红的他连忙转向一边 苍天啊 快饶了我吧 而这一切全被躲在屋外的翠尔看在眼里 陪在王爷身边的人本该是我 和宋哥 我早晚会将你取代的 然而在他身后看不见的地方 却闪过一道黑夜 次日清晨 翠尔取来一道药粉 搅拌在宋哥最爱喝的红枣莲子羹中 就在他幻想自己即将成为王妃时 李娘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问他在这干嘛 他连忙将残留的药粉藏到身后 并仗着李娘老眼昏花 便想着随便糊弄过去 若是能让他成为自己的帮凶 那计划便能更加顺利 他若无其事地端起舟 我看您太累 所以想帮您分担点家务 这舟就当是您主的 只要给主子们送去就可以了 可作为百毒娘子 只需一丝气味便能闻出问题所在 李娘嘴角微扬 你还真是个有心的姑娘 你这么会为老生着想 那老生自然也要对您好点才行 不如这碗红枣莲子羹 就赏别你吃吧 翠儿闻言瞬间心头一挤 不断靠近的李娘吓得她连连后退 不不用了 这更是刻意给小姐熬的 奴婢怎能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李娘按住脑袋 被强行冠下肚的翠儿 只能呜呜地抗议着 你不想喝也得喝 昨夜你在窗外说的那些话 我可全听见了 小浪蹄子 居然敢在老娘面前玩 借刀杀人的把戏 论下毒 你还得喊我一声失足奶奶呢 另一边 后花园里的小夫妻俩 正和谐地吃着早点 宋哥将包子递到男人的盘子里 说味道不错让他尝尝 庄下的男人故意来回戳了半天 总是完美地避开包子的位置 宋哥被逗得哈哈大笑 对对不起 是臣妾失职了 可内心却被他可爱的样子蒙到不行 男人故意摆出羞愧的模样 不怪夫人 是我自己的问题 想要趁机调戏的宋哥加起包子 那我来喂你吃吧 这这不太好吧 男人羞涩到小脸爆红 可宋哥却已凑到他的跟前让他张嘴 男人有些无语 却还是配合地吃了下去 摆得心眼的两个人彼此互装 这时男人突然开口 说明日便是回门的日子 他会尽己所能 宋哥这才想起他那便宜爹娘 看来是时候开始进行主线任务 没想到我宋哥 如今也是已婚人士了 次日一大早 翠儿变眼含泪花地恳求王爷 带他一同前往和府 可秦昭却果断拒绝 翠儿闻言瞬间傻眼 崩溃的他直接扑向宋哥 求小姐您 可话还没说完 李娘便突然来到他的身后 王府还有很多事呢 不要总是想着出去玩 李娘的一个眼神 让翠儿不敢再生出其他心思 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回了王府 古怪的二人让宋哥不免生意 这李娘究竟做了什么 让翠儿怕成这样 他转身提醒情招防人之心不可 可男人却淡淡一笑 夫人尽可信任李娘便好 他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为人忠厚老实待人和善 我相信 他一定能让翠儿迷途之反 宋哥文言瞬间麻了 这翠儿在李娘面前就像支带宰的鱼儿 这男人 怕是对忠厚老师有什么误解吧 觉得王爷太单纯的宋哥还是无法放心 王爷相信我 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 可男人却突然伸手将他打断 而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宋哥直接迷了心智 女人被迫嫁了个眼盲腿残的病肉王爷 可他每天却开心得要死 殊不知他眼中的小白兔 实则是只大灰狼 可他却还在为单纯的王爷操心 提醒他要多多提防身边的人 男人却故意将他打断 夫人为何还在叫我王爷 是不是该改口了 被美色成功吸引的宋哥瞬间来了劲 那您 想要我怎么称呼 男人故作羞涩 表示除了王爷叫什么都行 宋哥转动着脑筋 若是叫他夫君 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叫老公一样 有点羞耻呢 可一抬眼就发现男人正满脸期待着他的回答 宋哥突然有些害羞 那我叫您招二 您叫我宋哥可好 男人一滴汗 这称呼貌似过于甜美了些 他无奈地点了点头 夫人喜欢就好 宋哥捂着嘴贼笑着 随后贴到男人的耳边 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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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有些无语 却还是宠溺地一一回应 娘子你 还是不要再造为夫了 到了和府后 就见和父和母早早等在门口 和母一脸热情地招待王爷入座 您能娶了我这不成器的女儿 那是我们和家的福分 今后小女若是有何不好之处 王爷您尽管责罚 宋哥文言翻着白眼 说这么多就是不想他牵连了和家吗 男人却突然开口 宋哥他很好 即便秦某看不见 他也是秦某心中最美好的妻子 一句话直接让宋哥轮在原地 害羞得他连忙别过脸看向一边 在这场合讲情话也太让人羞耻了吧 而被强塞狗粮的和父和母被惊掉下了 既然这王爷看上了他们的女儿 那接下来的事应该好办多了 于是和府立刻让人去将少爷叫来 随后又特别殷勤地为王爷倒茶 皇上之前说 只要小女嫁给王爷 就能给犬子刺官一事 不知王爷可有眉目呢 宋哥文言瞬间无语 这虚伪的热情 果然还是为了那便宜哥哥 父皇的心思秦某不敢揣测 不过君无戏言 或许再过几日便会下诏吧 可心急的和父却想尽快能够落实 情招愧疚地连连道歉 因身子不好 所以很少被父皇召见 在这件事上怕是帮不上什么 期待落空的和府立马切换嘴脸一副饼 气得宋哥差点掀了桌子 他刚开口维护夫君 那傻缺的哥哥何宗盛就走了进来 才刚过门就开始胳膊向外拐了 果然是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 指望你办事的话 还不如直接花钱买个秀才能 宋哥强忍着怒气懒得搭理 和父赶忙打断 让何宗盛坐下陪王爷喝茶 可何宗盛仗着对方眼下看不见 哈气连天一副无礼的样子 喝茶多没意思 还不如喝酒呢 哈哈抱歉 我忘记王爷您身子骨弱 想必这酒也不能喝吧 宋哥文言便端起酒杯要替夫君饮酒 男人却轻柔地握住他的手心将他拦下 夫人不用担心 招儿酒量很好的 有被聊到的宋哥瞬间小脸一红 天哪 我家招儿简直帅爆了 可还没喝上几轮 男人便醉倒在桌前不省人事 宋哥试探性地戳了戳男人 可对方却没有一丝反应 此刻的他一整个大无语 这也叫酒量好吗 我刚刚就不该信你的话才对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将男人一把拎起药带他回府 喝大的何宗盛开始口不择言 嫁给这种废人还真是苦了你了 好在你是个女人 要是好好伺候这些爱的王爷 说不定也会被他当个宝贝 哈哈对了 这废人连路地走不了 怕是那儿也不行吧 可下一秒 宋哥便端起酒坛 给对方来了场洗礼 好在秦昭现在不省人事 他终于可以抛弃形象 放手教训这鬼孙子了 起身阻拦的何父对他破口大骂 命他赶快松手 宋哥一声冷笑 当着傻雀爹爹的面 将对方摔了个狗吃屎 他现在 可不是以前那个任人宰割为命侍从的何宋哥 面对伏地魔 只有速战速决才能来得爽快 被激怒的渣爹一把揪住宋哥开始发狠 然而宋哥一句话 却直接将他吓出了事 他身为昭王殿下却眼缺腿下 因无法和妻子人等 就被大舅子说成是个实男 穿越而来的少女瞬间脸色大变 直接将那傻缺哥哥按在地上疯狂摩擦 护短的渣爹不干了 直接揪住宋哥 让他归还所有嫁妆滚出和府 宋哥眼神阴了 那你赶紧操你书气主我出门吧 强势的宋哥吓得渣爹连连后退 说他大逆不道 宋哥冷笑出声 怎么 不敢了吗 也对 若我不再是何家的长女 那兄长的遇刺官职 怕是也无法做数了吧 就连收到的聘礼也要归还给王爷 这价值可比嫁妆多不少呢 若是拒绝 那怕是要多个欺君之罪了 两个渣男一听瞬间傻眼了 被激怒的何宗盛直接对着宋哥开骂 怎料宋哥一脚踩在里把心 还有0.1毫米的凳子上 男人瞬间被吓得尿不湿都要尿湿了 宋哥眼冒寒光地盯着对方 我说何少爷 凡事都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以及在这场交易中 有资格傲慢的人是谁 作为商骨世家的女 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片刻后 宋哥草拟了一份契约 他会归还何家所有嫁妆 但何家必须在三年内 不得向招王府提出任何要求 否则十倍赔偿 贪财的渣爹想都没想就签上了大名 心想这宋哥是不是脑子不好 大费周章的威胁半天 结果却是给他们送钱 可在宋哥眼里 能用钱解决的都是小事 毕竟他未来可是要帮秦昭扶上地位 可不能被这些渣渣影响了劲度 回王府的路上 宋哥看着男人捂着头很是难受的样子 王爷 您现在是不舒服吗 男人表示自己只是有些疲惫 倒是夫人您 又开始称吴王爷了 宋哥闻言先是一愣 随后哈哈一笑说着抱歉 叫习惯了 不过今日夫君为宋哥挺身而出 宋哥内心很是感动 不过今后还是不要再这样了 酒喝多了会伤身的 我们已是夫妻 理应互相帮助 更何况 夫人不也是总在为我出头吗 然而在眼罩之下 却是男人审视的眼神 当下的宋哥 果真与他装醉是判若两人呢 回到房间后 折腾一天的宋哥直接飞扑到床上 如今准备工作已经结束 明天就可以直接进入主线任务复兴昭王府 突然鼻尖传来一股淡淡的茶香气 他开心地抱着被子来回翻滚 招美人香香 宋哥哎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轮毂的声音 尴尬的宋哥一个弹跳起身 招二 是想要休息了吗 可内心却慌得一批 他应该没发现什么吧 男人害羞地拿出几张纸让他收下 花痴的宋哥结果只张一顿彩虹套 夫君的字写得真好看呢 当他看清内容后瞬间傻眼了 这家伙 居然要把所有地契和美月俸禄交给他 宋哥整个人都要麻了 你这是打算超脱凡尘 去山上修仙吗 男人宠溺一笑 说自己没有修到的想法 而且他应该把这些交给夫人 宋哥文言心头一挤 玩犊子 他该不是在醉酒时听到谈话了吧 误以为他是在帮家里骗钱 心急的宋哥连忙解释自己没有骗嫁妆钱 而同一时刻 秦昭也解释自己并非友谊偷听 同时开口便解的二人尬在原地 一个装菜狗 一个装白莲 两人不约而同的一阵沉默 男人尴尬地轻咳了一声 并让宋哥先说 宋哥有些不好意思 招儿或许以为我还嫁妆是在帮和家敛财 毕竟用这么多钱 去换一个三年不提要求的约定有些离谱 但是我的本意并非如此 男人突然将他打断 表示自己知道 毕竟夫人的兄长交惯蛮横 日后上任的话定会给王府带来麻烦 所以夫人才想用此要求提前避开对吧 宋哥有些诧异 他居然能如此清楚自己的想法 男人忽然拉住他的手心 秦某知道夫人都是为了王府 他交给夫人秦某很放心 可实际上 他却是想借此试探 看他究竟会如何作答 而他的答案 将决定他是否有资格留在王府 他心机深沉杀伐果断 却故意装成病弱体残的白莲花 只为了让死敌放松警惕 然而皇帝的突然赐婚却让他心生戒备 于是他拿出所有资产想要对其试探一番 无论他是感恩戴德的收下 亦或是觉得被金钱羞辱断然拒绝 显然都不会是他想要的结果 而这场测验将决定他的去留 面对这笔巨款 宋哥有些迟疑 在思索片刻后他缓缓开口 若是可以 我希望能在书期里多加一份条款 男人有些不急 问他何意 宋哥拿起契约 说这张纸的价值在于供赢 双方必有舍有得 才能达成稳定合作 然而这份契约中只有单纯的给予 根本达不到供赢 是合约中最意崩盘的类型 而对于这种毫无发展可言的生意 我根本没有兴趣 所以夫人想要如何修改 宋哥提起笔加上约束 秦昭将釜底和俸禄交与何宋哥使用 何宋哥则需以此为本金 三个月为期限 使人有资金翻三倍 不过 他还有个属于自己的小九九 那就是违约者要扮演仆从 而且还要无条件地满足对方任何需求 这结果显然让男人有些意外 何宋哥 你果然不简单吗 测试通过的他浅浅一笑 秦某全屏夫人安排 四日清晨 李娘表示已经用毒控制了翠儿 如今已是傀儡的他不会对王府产生威胁 并问秦昭是否也要在王妃身上种下骨毒 可男人却表示不用 今后无需再针对他 将他当作主母对待就行 李娘文言有些诧异 毕竟当初应下婚事 是为了塑造一个软弱宠妻的无谋王爷 好让其他皇子放低警戒 有些担心的李娘询问秦昭 是不是对那丫头动心了 男人淡淡一笑 怎么可能 本王只是觉得他 还有利用价值罢了 这时 宋哥背着包裹与二人打着招呼 表示自己会很冷回来 不用等他吃饭了 鼻逼得二人一脸猛逼 主上 您这位通过考核的准夫人 好像并不乖呢 直到夜色降临 折腾一天的宋哥才回到房间 不等秦昭开口 宋哥便已经栽在床上睡了过去 这样想趁机交流感情 顺便试探一番的秦昭一脸猛 他吹灭灯竹心想隔天再问 第二天一大早 宋哥却再次背着包包出了门 嘴中依旧是那句 不要为他流放后再无奇的 可当秦昭等到女人回来后 对方却再次秒睡 第三天 宋哥依旧打着同样的招呼出了门 只是这次回来的他酒气冲天不省人事 套不出任何话的男人 苦逼逼地为他擦着身子很是无语 后面接连几天 宋哥都是一大早便冲出了门 这一次 男人终于忍不住将他叫住 问他最近是在忙些什么 赶时间的宋哥 只嘱咐他今晚不要吃饭等他回来 随着大门碰的一声 让多次被抛弃的秦昭彻底猛逼了 李娘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告诉秦昭 王妃他最近一直往返于各种生死场所 而且灰金如土 想必那些钱词 都是您的岳缝吧 此时空气中突然有一丝尴尬 男人倾咳了两声 宋哥他应该有他的目的 静观其变吧 可李娘却觉得秦昭对宋哥的信任有些过头 男人却笑出了声 倘若他最后没有拿出值得我交付信任的诚意 那便丢弃掉吧 李娘文言很是欣慰 能为您这无血无泪 还真是令人安心呢 怎么会呢 在本王妻子眼中 本王可是个相当温柔的人呢 月色下 早早在后花园中等待的男人 就看见宋哥捧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朝他走来 当得知他一早出门 就是为了排队买点心后瞬间无语 他眉头微皱 我需要一个解释 当宋哥抬眼看向他时 秦昭又摆出一副白莲花的表情 问他为何早出晚归对他如此冷淡 看到猛男撒娇的宋哥差点心梗 好怠感啊 宋哥将点心闭上前让他先品尝品尝 男人不动声色地接过点心 心想若他胆胆说是为了给个惊喜之类的蠢话 那便可以叫李娘出手了 宋哥解释自己之所以徘徊各大酒楼是想寻泄商机 可转了一圈发现根本不行 完全不懂经商的情招淡定地吃着点心 商骨知识学问高深 意识不得门到这很正常 吃上瘾的情招看在他有在用心的份决定不再计较 宋哥却连连摆手 我说的不行不是指我自己 而是这里的商业环境 于是他把自己观察到的弊端一一到来 总结下来就是这里的酒楼想要做大很难 但经过他的调查 若是开一间果茶甜品店的话会非常不错 可男人却觉得他有些狂哦 毕竟之前他派人调查过宋哥 虽何家三代经商 可宋哥却从未接手过任何铺子 于是他好心提醒宋哥这其中的风险 毕竟去茶楼的多位商讨要事的男子 可宋哥却下定决心 富贵险中求吗 王爷只需等待些时日便可 见对方一意孤行 秦招也只能硬下 想到什么的他突然开口 那夫人明天还要出门吗 或许你我二人可以 不去了不去了 好不容易可以休息补个觉呢 被抢了花的秦招 只能可怜巴巴的将未说出的邀请宴回了肚子 补吧补吧 然而次日一大早 男人却再次崩溃了 男人一觉醒来就遇到十分棘手的事 那就是如何直开趴在自己身上 还在呼呼大睡的媳妇 最要命的是 他居然在这时有了感觉 就在刚刚 睡醒的秦招看着女人豪放的睡姿很是无语 他回想着今日发生的一切 而眼前的这个女人 比他调查中得到的信息完全不同 可以说是性格相反的两个人 不仅没有一丝婉约矜持 甚至还经常说出一些从未听过的生辟言语 而且还相当的霸道 此刻的秦招突然愣住 自己为何要用霸道这个词 不过他认为 像他这样身份的女子 不可能会对这样残废的自己如此狂热和忠诚 何宋哥 你究竟在隐瞒什么 你接近我 究竟是有何目的 可下一秒 女人便一个翻身将她压住 嘴角流出口水的她 不停地唤着昭田馨儿 男人一脸猛 昭田馨儿又是什么鬼 可他顾不上去想这些 因为她的身体 居然在这时发生了变化 虽然她的双腿因中毒无法行走 可这并不影响到其他的腿 男人此刻很是凌乱 他在纠结要不要叫醒宋哥 可若是叫醒他 他又该如何解释这个情况 说自己是正常人 然后被他质疑为何不传宗接代 想到子嗣 秦昭的眼神忽然暗淡下去 他想到自己年幼时的悲惨经历 他的母亲在临死前曾再三叮嘱 他要她回到京城 去找到那个男人 并夺走那人所在意的一切 为他报仇 小小年纪的他 心眼目睹自己的母亲被大火吞噬 既然注定会走向悲剧的子嗣 为何还要出生 沉痛的记忆让男人的身体渐渐恢复平静 他伸手试图唤醒女人 怎样宋哥却闭着眼睛嘟囔着 我在做美梦 我要先记下来再醒 不然醒来就会忘掉 此时宋哥突然有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突然一击灵的他猛地站起身 本以为自己是在梦里和招美人贴贴 没想到真人就在自己眼前 他猛地赏了自己一拳保持冷静 尴尬的他说着抱歉 最近实在太累 所以睡得不太安稳 秦昭表示无妨 可身体却下意识地往外挪了挪 心想这何止是不太安稳 是非常不安分才对 见秦昭要起身下床 宋哥立马上前搀扶 有时想要劳烦秦昭帮忙的他谄媚一笑 夫君吃好早点 能不能留点时间给我呢 帮我挑一挑原料可好 男人有些无语 他还以为这女人想到要陪一陪他 结果却还是为了工作 早饭过后 宋哥端来一大盆茶水 这是他昨夜提前熬制的乌龙茶 并放在地窖中进行冷脆 随后又拿出之前摘下的蜜桃 顺便还夸了夸男人的手里 居然能种出汁水如此饱满的桃子 经过一番调制后 一杯清甜可口的蜜桃乌龙茶就做好了 宋哥满心期待地将果茶递给男人品尝 可男人却突然僵住 他总觉得这玩意有点恶心 毕竟他从没有喝过冷茶 而且还是混入果泥的冷茶 这东西怎么可能会好喝 可当他抿了一口后 就被一种独特的香甜冲击着味蕾 宋哥连忙上前问他味道如何 秦昭表示味道很独特 只是甜度偏低 而桃肉又加得太多 直接掩盖了茶园深的清香 说完 他又将果茶重新调配了一番 并让宋哥尝一尝 宋哥却泛起了花痴 哈哈哈哈这要是直接喝下 算得上是间接接吻了吧 结果杯子后 宋哥趁机舔了下杯子的颠颠 然后蹲蹲蹲全喝下了毒 看得一旁的男人一滴汗 他这是在干嘛呢 可下一秒 美味的果茶便让宋哥眼冒惺惺 却口感几乎和我在老家时喝的一目一样 原来他虽然记住了现代的配方 却是个十足的厨房黑洞 秦昭文言却很是纳闷 他调查的何家三代都是定居在都城 那他口中的老家又是哪里 他假装无事地询问宋哥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宋哥黑黑一笑 他只需要王府院子中品质上乘的水 以及可以供给茶饮的花草 最后则是需要仰仗王爷您的莫宝 来到书房后 宋哥让秦昭为他写快带有本人玉玺的招牌 以王爷喜欢的茶做噱头 引发众人前来品尝 从而产生明星效应 听到明星效应的秦昭满头问号 宋哥解释这种心理暗示 就好比 即使我成不了王爷 但至少可以尝到他喜欢喝的茶 让人实现窥探皇族生活的美好愿景 总之就是 我们所卖的不仅仅只有食物 这么说能明白吧 此时此刻 秦昭能十分笃定 他和那个传闻中指挥 吟诗作对的何家小姐完全不同 道真像是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商骨之人 可他若非何家的亲生女儿 那之前的何老幽为何会与他谈条件呢 也罢 那就且继续再试探着吧 思索间 秦昭已将宋哥要的招牌书写完毕 宋哥则向着小迷妹般对男人连连夸赞 原住情说成不起舞 这秦昭果真除了身患残疾外 简直就是完美的存在 宋哥捂着嘴偷偷乐呵 觉得自己和秦昭就是完美的事有关系 怎料男人的笔筋突然落下 浑身颤抖着他满头的冷汗 宋哥见状瞬间心头一挤 他这是 怎么了 喘着粗气的男人正痛苦地躺在床上 可身体上的疼痛 却远远不及内心的万分之一 因为他的出生就是为了复仇 在孤独漫长的岁月中 他从未感受到过一丁点的爱 直到他 突然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就在刚刚 突发寒急的男人蜷缩成一团 苍白的脸上布满汗珠 这让一旁的宋哥瞬间心头一挤 秦昭你怎么了 为何身体抖成这样 男人强行挤出一抹微笑表示无爱 只是救急复发休息片刻就好 听到这 宋哥想到原书中有提及过 那年秦昭为皇帝挡剑中了寒毒 可请便所有医者 也未能彻底驱除 只能将残余毒气逼至腿处 从那时起 秦昭不仅失去双腿 甚至每月还会毒发一次 使人冷如冰雪剧痛男人 可现在的他 却故意表现出云淡风轻的样子 独自忍受着飞人的痛楚 宋哥一把拽住轮椅 亡言莫慌 宋哥这就带着您去取暖 男人文言很是诧异 他是如何知道自己现在很冷的 此刻的秦昭再次生疑 因为他的腿并非是永久损伤 只是被寒毒冻住了经脉 这是他一次次尝试化解寒气时发现的 而此事根本无人知晓 可他和宋哥居然能得知 连皇上和御医都没能弄清楚的真相 宋哥取来厚厚的被褥给男人保暖 然后便头也不回地冲出门外 独留秦昭一人难受地躺在那里 他强撑着坐起身试图运起真气 可脑袋却止不住地乱想 觉得宋哥一定是嫌他麻烦出去懂清醒了 当真气强行冲破冻结的经脉时 就如一根根无形的丝线牵扯着他的群身 耗光所有力气后 秦昭重重地倒了下去 因为这是让双腿恢复的唯一办法 可这一次 他却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孤独无助 从小到大 他一直劝诫自己 这个世界能帮助自己的 只有自己 即便是以结发的夫妻 也不值得交付任何信任 可就在这时 紧闭的大门却再次打开 只见宋哥举着比他还大的木桶跑了进来 经了秦昭目瞪狗呆 他撑起虚弱的身子问他在做什么 宋哥却贴心地让他躺好就行 其他的不用管 妆下的男人一脸疑惑 宋哥呵呵一笑 既然是寒毒 那当然要先保住温度 他曾想过 要学书中那种彼此依靠取暖的方法 可是他对自己的体温完全没有信心 所以还是借助外物保暖更加靠谱 男人偷偷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很明白他是想通过泡热浴来提升体温 可自己以前从没事过 因为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的软肋 他总是一人默默地扛着 习惯戒备的他不断在内心劝戒自己 他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在装装样子吧 或许李娘说的没错 他和宋哥很有可能是别人派来的奸细 可仔细想想又说不通 若他真是只为了博取信任 完全可以选择在一旁陪着照料就行 根本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去做这些对自己无意的事情 而另一边 呆萌的宋哥还在为打火哭呢 他咔咔咔地戳了半天 却不见半点火星 成狗的情招一整个大无语 他忍不住提醒宋哥 用甘草引燃后再放入木柴 收到信息的宋哥 果然很快就升起了火 作为一个现代人 他只觉得好神奇 可男人却一滴汗 这女人果然是个大小姐 要是身为细作 怎么可能连火石都不会 升起火后 宋哥卖力地端着一盆又一盆水倒进木头 可这边的秦招已经痛得没法思考 只能继续尝试用蒸汽疏通经脉 而这边的宋哥已经加好水 就等着水温上去吧 这时秦招突然心头一紧 宋哥居然将自己当成暖宝宝贴在他的身旁 突来的举动让他惨白的小脸瞬间通红一片 他羞涩地表示不用这样 可宋哥却说没事 毕竟多多少少能让你暖和一点 可当他不经意地触碰到他的脸颊时 他瞬间惊呆了 他的脸好冰 就像是万年的冰雪一般 之前看小说时也只是文字上的描写 没想到实感却如此惊远 难道他之前的每个月 都要经历一次这种几乎濒临死亡的绝望吗 想到这 宋哥再次抛下男人冲出了门 这样好不容易有了一点依靠的男人 瞬间心凉到谷底 心想宋哥一定是被他极其低下的体温吓跑了 他劝自己不要再去奢望 毕竟以前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反正所有人都会弃他而去 他早就习惯了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失落 男人紧紧地搂住自己 没错 再忍一忍 一切都会过去 片刻后 回来的宋哥再次推开大门 他让男人起来喝下自己刚刚熬的姜汁红糖 可男人已经冻得无法说话 更别说起身了 眼看嘴边的冷气呼呼直冒 宋哥才意识到他现在已经冷到无法行动 于是他上前将秦昭扶起 靠在自己身上 可喂水的同事还不忘都呢 说这情况若是在小说里 男女主那都是嘴对嘴微妖的 秦昭闻言瞬间心头一紧 难道他 是也想要这样做吗 父黑王爷没想到自己的软肋被妻子发泄 可即便此刻寒毒发作痛苦难耐 他却还是想要试探妻子是否是敌方派来的奸细 怎料妻子却直接坦言自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传输者 就在刚刚 给王爷喂要的宋哥讲到书本中 男女主喂要都是嘴对嘴的 听到这话 纯情的王爷彻底不淡定 还以为这女人想趁机占他便宜 近男人面路不悦 宋哥还以为是水太疼 他一边替王爷擦嘴一边接着刚刚的话题 王爷放心吧 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毕竟王爷您还能喝得进去 更何况 咱俩还没熟到那种程度 一句话 差点又把男人直接呛死 什么叫没熟到那种程度 这婚都结了 他居然还敢说不熟 这女人 是想故意气死我吧 宋哥捧着喝光光的碗夸他真棒 男人更加气愤了 这女人 根本就是没把我当夫君叹的 下一秒 宋哥便一脸贼笑 夫君 水已经烧好了 我帮您更衣沐浴吧 可这表情却让男人彻底疯了 他肯定就是奸细没错了 男人一脸娇羞 却又不能拒绝 可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之前的问题 若他真是奸细 根本就没必要去做这些蠢事 因无法看透宋哥 男人心烦到不行 可宋哥却被男人迷成了惺惺眼 哈哈 这小妖精可真美啊 体力惊人的他一把将男人抱起 搜得情招不敢抬脸 他不明白这女人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宋哥默默地在一旁削着姜片 而男人本还惨白的脸色逐渐开始红润 他能明显感觉到经脉不再彻底封闭 若是在这时使用蒸汽冲开 应该不会像之前一般痛得难以忍受 可是他有些好奇 于是问宋哥是如何知道可以这样缓解寒毒的 宋哥呵呵一笑 说自己不懂这些 我只是觉得既然身子冷 那就先让自己暖和起来 男人瞬间恍然大悟 没错 既然不舒服 那就想办法让自己变得舒服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居然在终日的伪装中逐渐遗忘 此刻的他已经恢复大半 可宋哥却还在吭哧吭哧地削着姜片 情招忍不住提醒 要遇的话 不能放太多呢 尴尬的宋哥连连抱歉 我不太懂依理 不过我学习能力强 有什么不妥的 招儿直接同我说便好 此时男人决定对他一番试探 夫人为何对为夫如此的幸运 明明我是这般不可靠的模样 宋哥捞出多余的姜片 论药材 王爷您最清楚不过 毕竟在整个江湖中 除了医觉问当归外 怕是没有人能比得过秦王胜手了 男人心头一紧 夫人 怎会知道我会医术 这很简单啊 新婚那天 招儿曾阻止我吃有毒的西笔 一般人怎么可能仅凭嗅觉 就变出点心是否有毒呢 男人一滴汗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可即便如此 他却仍旧抱有怀疑 因为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尤其是他嘴里的那些名号 宋哥突然凑上前 嘴角扬起一抹糊度 骗你的 男人被整得莫名其妙 这女人在搞什么鬼 宋哥故意撩起他的发丝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男人 秦昭被盯得莫名的有些发慌 可女人却再次贴到他的耳边 我之所以清楚 您在江湖中的地位 那是因为 我看过一本小说 猛逼的男人一脸猛逼 小说 视为何物 小说就是类似于这里的画本 就是写了各种故事的那种 男人有点猛 夫人的意思是 有人将本王写成了画本吗 女人淡淡一笑 若是我说 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 你会相信吗 男人伪装多年 却被妻子发现软肋 然而这不是罪要命的 而是妻子居然向他坦言 自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传输者 就在刚刚 新婚不久的妻子说 自己看过一本关于他的小说 类似于这里的画本 这让秦昭一度以为 是自己遭到心腹的背叛 毕竟他隐藏得很好 旁人又怎么可能知晓 秦昭忍不住询问 将自己写成画本的是江湖中人 是也不是吧 宋哥的回答模棱两可 却让男人再次陷入沉思 这时 宋哥发现他的手已经恢复温度 他拉着男人的手开心万分 看来这个方法真的有用 然而他发自内心的笑 却被男人看在眼里 以前寒毒发作时 只有自己一人 痛苦的完全没有机会 适用热狱的方法 真没想到 自己也会陷入 医者不能自医的境地 怎料宋哥却俯下身 继续添加柴火保持水温 夫君还是多泡一会吧 每次发作似乎都要几个时辰 男人正正地看着眼前人 是女人 居然连发作的时辰都一清二楚 不对 他之前的话一定还有所隐瞒 绝不能被他打岔护门过去 若真是被轻信反水 那可就难办了 男人故意回到之前的话题 夫人刚刚提到的小说 为夫还是不能理解 能解释一下吗 聪明的宋哥怎会不知他的用武 他伸出小手俯上他的额尖 招儿今天是有意在试探我的对吧 随后又摆出一副委屈的表情 殷殷殷人家好难过呢 虽然夫君一直配合着臣妾的摆弄 可臣妾能感觉到不被信任呢 不过还请夫君放心 宋哥一定将自己知道的全部如实告知 以此来挽回您的信任 男人瞬间猛了 有些尴尬的他连连说着抱歉 是为夫的态度让夫人感到不快 是秦某的错 不过秦王胜手 只是那些江湖人讹传的名后 应该不会有人将此写成画本才对 这真是折杀了秦某 可是 这个画本并非是这个时代的呢 本还嬉笑的宋哥突然变得一脸严肃 或许王胜宁 有着一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夫人呢 秦昭文言正在原地 这句话 居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好像在他还小的时候 他的母亲曾对这糟糕的生活抱怨 轰动无神的眼眸如深渊一般 嘴里还不停地呢喃着 烂透了 不论是这里 还是另一个世界 都烂透了 可那时的秦昭并不懂得代表什么 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他很是疑惑 什么叫做另一个世界 此时宋哥敲起小黑板 开始巴拉巴拉解释自己穿越来的详细过程 总之就是这样 不知道夫君能否听得明白 秦昭虽然有点猛 但通过他的叙述已基本了解 也就是说 夫人是从一个为夫完全不知道的地方 借是黄魂到了此处 而夫人需要帮为夫成功继位 然后就能回家 夫君果然聪明 因为宋哥知道您没有继承皇位的心思 所以才决定和您好好聊一聊 庄下的男人将视线一开 好在宋哥现在将丝带给他蒙上 否则这眼睛就要装不下去了 只是这和宋哥刚刚的解释有为常理 他不清楚是不是他在故意套话 可是他的话又让他困惑已久的是逐渐清晰 算了 还是暂且先稳住一段时日吧 此时以为男人眼瞎的宋哥 正肆无忌惮地犯着花痴 害得庄下的情招一阵无语 既然对方为了打消一律全盘拖出 那么自己也要付出一些东西才行 他问宋哥是不是很想回家 应该是吧 毕竟股份呀朋友呀都在那边 况且这里有很多东西都不太方便 手机和抽水马桶才是正道 这是男人向宋哥透露自己的腿有治愈的可能 宋哥文言有些诧异 因为这件事连小说里都不曾提到 可他为何会突然告诉自己 男人表示自己之前是刻意隐瞒 只是关于继位的事情 他现在还无法给出答复 不过夫人既然已经将自己的秘密告知于我 那为夫也定要将自己的秘密分享给夫人才是 此时的宋哥还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对方的信任 却不知 他的秘密不仅仅只有 他是心机深沉的招王殿下 可为了复仇 却故意假装成柔弱可怜的病毒王爷 即便妻子摊牌自己是个穿越者 可他却仍旧不愿对妻子谈录真容 豪门女眷的茶会上 以为自己获得王爷信任的宋哥 还在回味着昨日的美好 这朵小雪莲简直是可爱到心坛里 他没想到 这男人会将双腿能治好的事情告诉自己 可实际上 他眼中这朵娇弱的小雪莲全程都在演戏 他故作恳求地拉着宋哥 夫人 请给本王两年的时间 届时 本王定会尝试帮夫人回家可好 所以夫人 就再陪我一阵吧 就一阵 可以吗 面对这么帅气又黏人的夫君 宋哥整个人都要被融化了 他真的好想快点穿书回去给那些书粉巨头 想到这 宋哥忍不住笑出了声 一旁的李夫人看到他傻笑很是不满 招王妃在笑什么 为何坐在角落里不与姐妹们聊天 宋哥脑筋一转 表示姐妹们讲的故事非常有趣 因为听得太开心不想打断 宋哥的低调让李夫人很是高兴 本还以为他招王妃来这是为了抢风筒 现在看来 人还不错 于是他立马吩咐下人多上点茶点 宋哥趁机拿出一大框点心 姐姐不用破费 妹妹正好带了些点心想同大家分享 形似饱满的点心十分诱人 被惊艳到的李夫人询问是王府的厨子做的吗 为开业做准备的宋哥疯狂介绍 这些皆是尝鲜品 就是市面上还未出售的点心 而诸位就是最先尝到的贵客 当然 这边还给各位配了甜甜的果皮 喝不惯苦涩的可以品尝一下 从未见过的东西让各位夫人很是兴起 当浅浅的尝试一口后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不仅造型精致 还有非常香醇的蛋黄夹心 原来栗子也能做成点心 甚至还有非常细密的口感 就连香甜的茶水里都藏有果肉 好吃又兴起的点心 瞬间让几位夫人爱不释手 而这结果让宋哥十分满意 看来测试成功了 在这之前 他特意找个年轻大胆的厨子 按照他的法子多次改了 他要给顾客的不仅仅是味道 还有新鲜感和仪式感 从而让这里的人追捧无限购买 结束前 宋哥给每个人都备了一份 让他们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这样一来 店铺还没开张就已提前攒了部分人气 此时在门外等候的李娘 在看到宋哥怀里抱得满满当当的东西后 瞬间猛了 夫人 您这怀里堆的是什么 宋哥哈哈一笑 说这些都是官家夫人塞的回礼 可李娘记得这里夫人是出了名的小肚鸡肠 他很是不解地问宋哥 他们今天没有刁难您吗 宋哥开心地将包裹丢进车里 为什么要刁难呢 姐妹们人都很不错呢 李娘文言瞬间宽心了不少 还以为这些贵人会当面嚼舌根给您难堪吗 当然有嚼舌根了 而且还说了不少吧 李娘一听就要前去为他出气 可宋哥却觉得没有必要 他们不过是靠诋毁他人获得发泄的可怜人 若是我为此伤心 那岂不是和他们一样了 宋哥的心大让李娘十分佩服 夫人还是多担心担心下马上开业的店铺吧 万一生意不好该怎么办 宋哥却细心满满 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回到王府后 换了一身男装的宋哥举着算盘 问朝儿如何 男人闻言望去 瞬间被惊到脸红心跳 收起心思的他立马表示自己看不见 夫人 是换了衣服吗 宋哥哈哈一笑 我是掌柜吗 当然要换身装扮了 为了强化自己看不见的事实 男人故意询问 那夫人 能让为夫摸摸看吗 然后又不好意思地扭过头 表示自己不是想要轻薄 只是因为一直没能知晓夫人的模样 心里会有些不安 怎料宋哥一脸兴奋地冲到他的跟前 当然可以了 说罢便将他的手心举到自己的脸庞 就算夫君有不满意的地方 也不可以退货 怎料接下来的一切 却不受控制的发展成影响不到的境地 男人明明能看见妻子的容貌 却还要以盲人的身份摸摸妻子的脸蛋 然而不知情的妻子 却主动将他的手放到自己的脸颊 就算有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可以退货 男人从他的侧脸划到他的鼻尖 又从鼻尖划到他的眼角 少女内心酥麻到爆炸 若是等他碰到嘴巴时 突然咬他一口会怎样呢 哈哈哈哈想想就好激动呢 这时男人在他额尖处碰到一条细长的伤疤 夫人这里 是有伤口吗 宋哥像只哈吉米一样蹭了蹭男人的手心 是的呀 穿越前原生溺水的时候刮到的 不过也是因为这个 那渣爹才会相信我会乖乖嫁给王爷 不过好在有刘海盖住 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 虽表面一直笑着 可内心却在想他情招会不会因此嫌弃 那时候应该很疼的 男人关切的语气让宋哥很是意外 不愧是我推 简直撩到爆啊 不疼不疼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还能把我和赵王妃的身份区分开 方便得很 难道 夫人现在穿的是男装吗 早就看到的男人故意问道 因为穿男装办事比较方便 这个时代对女子抛脱露面做生意 多少会抱有成见 若是以赵王妃的身份搞这些的话 说不定还会隐瞒事端 所以我索性装扮成和宋哥的远房表弟 秦昭文言棱在原地 他的一举一动居然都在为王府考虑 夫人想穿什么 就穿什么 不用去考虑这些 宋哥玩味地看着男人 那我要是穿了女装被别人穿 赵王妃每天与人拉拉扯扯 给赵王戴绿帽的话怎么办 夫君听到这些 也不会生气吗 男人突然正主 那个 生气或许会生气的 他有些不自然地低下了头 可夫人既然替为夫担起男子本该担的责任 那为夫自然也要承担起妻子的职责才对 一句话让宋哥满头问好 那照夫君的意思 哪些才是一名男子该有的责任呢 男儿应当顶天立地 让妻儿衣食无忧想安稳生活 宋哥嘴角露出一亩糊度 那女子的责任又该有哪些呢 女子自然是操持家务 生儿育女 男人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 可下一秒便意识到不对 自己刚刚说要承担女子的责任 可这生儿育女他可不行 可可为夫 为夫恐怕生不了孩子 故意下套的宋哥在内心偷乐着 那这样是不是算个不合格的妻子 此时秦昭的头顶被扣上一个大大的不合格 慌到一批的他连连摆手不知如何是好 宋哥直接被可爱到不行 无碍 只要夫君没有认为外出赚钱的男人 比在家操持的女人高级 宋哥就已经很安心了 而且在宋哥心里 会做家事的人真的超厉害呢 换我可完全搞不定 可男人却还是放心不下 夫人真觉得这样好吗 别人都认为像我这样的废人不配做男人 会和其他人一样 觉得臣妾不配做个女人 那我们的生活便能顺遂无忧 说吧便将男人从轮椅上报起 家庭分工这种东西不论性别 也不需要外人评价 夫君安心做自己便好 秦昭没想到他能这么想 同时又在心里庆幸 为夫定会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贤惠的好丈夫 那夫人也要对我好 可不能花心呢 宋哥被聊得瞬间上头 扛不住的他鼻血狂飙三尺高 害怕被看见的宋哥连忙背过身捂着鼻子 与此同时 害怕穿帮的男人也转了过去 好像演得有点过头了 宋哥极力克制着不断飙升的血压 这男人太会聊了 要是放在现代 怕是早被女总们抢疯了吧 害怕对方多想得他解释自己男装 纯粹就是为了方便 没有任何的迫不对 随后一把将男人按住 难道夫君不觉得我恶尖的这块吧 配上男装后超脾气吗 突来的壁咚 将男人眼前的丝带碰了下来 此刻的秦昭只觉得自己差点露血 他磕磕巴巴地表示自己看不见 宋哥一脸贼笑 既然我都已经换了男装 要是不玩点什么特别的好像有点亏呢 秦昭瞬间感觉不妙 特别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身份互换的玩法 宋哥的花痴样让秦昭慌到不行 可他们毕竟已是夫妻 若是拒绝反而会显得奇怪 害怕眼睛露线的他将丝带绑好后 重新躺了下去 若是夫人不嫌弃秦某的残缺 那便有夫人的意义 负回王爷怎么也没想到 女扮男装的媳妇居然这么会玩 直冲天灵盖的王爷直呼打捏 为了防止身份暴露 纯情到死的王爷只能硬着头皮 让妻子尽情享用 宋哥一听瞬间傻眼了 眼前的王爷看上去也太可口了吧 那我可就要开动了 男人紧张到全身紧绷 还好平时练舞 没有疏于身材管理 可他印象中的女子大多喜欢健全的夫君 他会真的不介意自己是的残废吗 现在想想 他和宋哥好像打从一开始 就只想对自己降降娘娘 偶尔用闪亮的眼光看我 也都是在自己伪装的时候 此时的宋哥解开衣领后瞬间疯了 这锁骨也太漂亮了吧 可被聊到脸红心跳的王爷 却仍止不住地乱想 没错 他根本就不是喜欢我 这时母胎单身20年的宋哥突然停住 接下来还有什么 是降样还是酿应 关键是他好像只喜欢攻略这座冰山雪年 完全不想更进一步 突然刹车的宋哥决定不再折腾 算了 还是早点休息吧 男人瞬间急了 他一把拽住宋哥不让他离开 夫人 能告诉为夫你的本名吗 女人神情的变化 让秦昭再次确认自己内心的想法 没错 他只对伪装出来的那个又傻又柔弱的招王感兴趣 但仅仅也就只是兴趣而已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丈夫看待 宋哥嘴角微扬 我的本名和现在的名字差不多 夫君可以不用在意这些 要在意 男人迫切地脱口而出 现在的他 心底莫名地有些烦躁 他想了解他的过去 想知道他是因为什么才穿越雨子 本海喜笑颜开的宋哥突然收起表情 臣妾的名字叫宋哥 宋是姓氏 歌则与原主和宋哥里的歌相同 至于臣妾是怎样的人 很难一言以蔽之 不过王爷只需清楚 我宋哥永远都不会背叛你 行招突然震主 他感觉到他现在似乎不太开心 他不知道自己刚刚为何如此 可看到他这样 自己的心情竟也变得沉闷起来 转眼宋哥再次恢复成之前大大咧咧的样子 快点睡觉觉吧 店铺开张前可要养好精神了 一大清早 街头便响起了洗烛鞭炮声 而筹备许久的七夜茶铺也终于开业了 一早前来帮忙的李娘面露不悦 他辛辛苦苦挑的几个壮汉宋哥一个没样 却偏偏挑了些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小姑娘和小伙子 到时候用不好 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宋哥打着哈哈让他莫要生气 随后吩咐店里的伙计 让他们时刻保持百分百的热情 他要将海底捞的服务里面贯彻到底 看不懂的李娘在一旁甚是烦躁 有着功夫还不如多想想怎么拉客 王爷他自己都舍不得请人打理府内 却把俸禄都交给夫人使用 夫人倒是挥金如土 别到时候连赐月房租都交不起 何止房租呀 店里伙计的工钱都还欠着呢 宋哥的补刀差点让李娘崩溃 已经败到这个地步了吗 忍耐到极限的李娘拍而起 这都已经过了晌午了 却连半个顾客都没有 夫人就没想过 这店要是开不下去的话怎么办吗 宋哥却开心起来 这么说已经过了十一点了 呵呵 这个时间刚刚好呢 此时门外传来许多脚步声 早朝刚结束的一群官员 结伴走进茶铺 而为首之人 正是之前茶会中李夫人的账组 只要这些穿着官服的人进入了铺子 那便成了茶铺的活招牌 从而能引得周围的百姓 想要进店品尝一番 宋哥运用现代生意的手法 便使茶铺开业当天宾客爆满 而这也让李娘刮目相看 看来可以向主上 汇报结果了 另一边招往府内 秦昭仅凭一招便将偷袭的杀手解决干净 而他杀红眼的模样 却正好被路过的翠儿撞个正正 原来他温和无能的模样全是伪装 就连王妃都被骗了 看着那满地的血水 翠儿如同步进地狱一般 瘫倒在地的他惊恐地看着逐渐靠近的男人 秦昭若无其事地将眼前的丝带重新绑好 翠儿姑娘今日一直都在内房 什么都没有看到 对吧 可不要 说给宋哥听哦 温柔的话语下是不容反抗的命名 此刻的翠儿已被吓到失魂 乌乌王爷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时 从李娘那回来的尹卫十一来向秦昭汇报结果 查铺生意很好 夫人一时半会儿没空回复 还请主上放心 男人将手心上的血迹擦拭干净 本王知道了 现在却将这些尸首处理干净 十一闻言一滴汗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收拾残局了 这魔教总是时不时地派来一些杀手 也不知道主上到底哪里得罪他们 就在十一拿着铁锹挖坑时 秦昭却再次开口嘱咐 接下来的日子 你的任务便是跟着宋哥 其余的事 无需再管 傍晚时分 从铺子里忙活结束的宋哥 直接扑进王爷的怀里 而秦昭则一脸宠溺地看着在怀里不断撒娇的女 怎料宋哥却挽起男人的一缕发丝 为什么我会闻到 一股血腥味呢 背地里他是沙发果断的冷面王爷 人前却是温和无能 还经不起撩拨的病弱郎君 可就在他被这妻子处决了一批杀手时 却被妻子发现一丝端倪 这天刚忙完的宋哥 直接扑进男人的怀里各种撒娇 即便他再累 只要和夫君贴贴片刻就会精神百倍 他将胎业赚到的钱给秦昭包了个大大的红包 能被媳妇惦记 这让男人心里乐开了花 可嘴上却说不用 毕竟自己也没帮上什么 不 夫君可是帮了大忙呢 招牌提字包揽文书还有果茶的配比 这些可全是夫君的功劳 更何况 招美人可以将此荡成零花钱 买些花草笔墨也是好的 男人修红到耳根 夫人口中的招美人是谁 我妈 当然 因为夫君长得好看吗 不可以这么叫吗 男人被修到差点冒烟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未免有些 怎料这时的宋哥却在他的发丝中发现一成 为何 会有一股血腥味呢 秦昭文言瞬间心头一紧 这血腥味 是他刚刚杀人石流下的 他立马恢复成常态 大概是因为猪肉的缘故吧 今天他也想来大家会略有疲惫 算算时辰 现在应该快炖好了 这时起身的宋哥便闻到一股肉香 所以 这是夫君亲手做的吗 师伙宋哥一脸崇拜地看着男人 被盯到害羞的秦昭轻声回了个恩 被暖到的宋哥激动到不行 天哪 这男人身上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 很快 一道可口的红烧肉被端上了桌 秦昭宠溺地将肉肉给宋哥加了一块又一块 喜欢 那就多吃些 于是吃成猪的宋哥便瘫坐在椅子上打起了宝格 招美人的手艺简直超级哇塞呢 睡觉前 宋哥再次忙起了工作 要想帮助秦昭登上皇位 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撑 宿主是想通过经济的支持帮秦昭进行资本积累吗 突然开口的系统将宋哥吓到失魂 呵呵 他好像忘记自己还有个系统了 因为觉得没啥作用 所以就被他当成了镜子一直搁置着 不过 他正好有个疑问 那就是这秦昭无论是身体还是地位 都不该是太子的人选 可为什么 还非要他去当这个皇帝 系统则解释在浩瀚的空间中存在的世界不止一个 而作家写出的每个小说都会衍生出一个小型世界 只是这些小型世界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一旦实际走向脱离原著 就会有直接东盘的风险 这部小说 宋哥只看了一半 难道说这里发生的事情和小说里描述的故事产生了偏差 所以才需要穿越者将剧情推回正轨吗 没错 因为您之前阅读的是早期的版本 但小说作者近期进行了魔改 把称王的人 从原来的九皇子秦圣天变成了现在的七皇子秦招 而这个未面的世界却还在按照之前的剧情发展 导致与魔改后的原著产生偏差 随时都要面临崩塌的危险 所以不管过程如何 结局一定不能脱离原著 这样才能让这个未面的世界存活 宋哥的疑惑终于解开 可是为什么 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没错 这桌上的水果有问题 早上出门前 他明明放了三个礼 可现在盘子里却只剩下两个 他曾嘱咐过翠儿和李娘 没经过他的允许不可进入书房 因为在这之前 他还丢过桃子 所以今日出门时特意数了一下 看来 是有什么人 一直跟着我呢 说话间 宋哥便将手中的果子抛向了空中 下一秒 就被房梁上的一道黑影稳稳接住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方才丢水果的推论 您没听明白吗 担心自己与系统对话被听去的宋哥有些心虚 更何况他只是猜测了一下 没想到房梁上还真被他炸出一个人来 以为对方是敌人的宋哥 将手悄悄伸向旁边装有飞镖的盒子 下一秒 就被飞来的匕首挡住去路 宋哥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出一身冷汗 要是这匕首对准的是自己 怕是早就没命了 不许动 不许叫 若是被主上发现我暴露了 肯定要被责罚 单纯的十一一边说着一边擦着脖子 可心里却在纳闷 这女人 刚刚是在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吗 看到对方还是孩童模样的宋哥一滴汗 你口中说的主上是谁 主上当然就是秦昭王爷 而我十一是王爷从苍穹宫带来京城的下属 不对 好像跑题了 我要说的是 这离合桃子不是我偷的 你可别冤枉人 作为尹薇那都是很有职业素养的 在工作时间是绝不会乱吃东西 真的吗 可你看起来 明明还是个贪嘴的年纪 小十一见自己被质疑瞬间炸了 十一已经不小了 年后十五岁就能娶媳妇了 呵呵 这孩子 套他话可真容易 所以 你是王爷派来跟踪我的 当然不是 主上让我跟着 是为了保护夫人的安全 虽然不知道王爷为何要偷偷摸摸对人好 但还请您 不要同主上说起今天的事情 宋哥一脸贼笑 帮你保密有什么好处 十一可以保证 不会将夫人在店里 同男客人搂搂抱抱的事情说出去 我靠 这瓜娃子好阴险 成交成交 被强行降制的宋哥无语至极 可眼下的问题是 这偷走水果的人 究竟 是谁呢 这个经不起撩拨的小白脸 实则却是高级白切黑 之前对妻子满心利用 如今却见不得妻子离开半度 匆忙吃完早饭的宋哥急着要去店里 虽然新店开业事情多 但我会尽量早些回来陪您 男人文言很是开心 可嘴上却说不用为他考虑 毕竟生意没那么好做 本要离开的宋哥突然停下 他凑到男人跟前表示要问他一个问题 说话间 小手却故意从男人的指尖 一路划到男人的胸膛 我想知道 夫君您信任我吗 男人被聊到炸毛 唯唯夫自然是信的 可心底却在吐槽宋哥不知羞耻 来店里的茶客只会多不会省 少女的脸上有着势在必得的自信 男人错愕的正在原地 夫人 好厉害呢 可心底却在疑惑他为何连这些都能测算出来 宋哥哈哈一笑 这还要归功于王爷宁种的高品质茶叶和水果 王爷宁愿比自己所以为的要更加厉害 男人不确信宋哥的夸赞是否只是安慰的话语 毕竟像他这种双腿残废还患有眼疾的男人 在他人眼里就是废物一个 唯夫 真的有帮上忙吗 当然 宋哥的语气很是坚定 等茶楼稳定后 咱们还要考虑下继位的事呢 怎料男人却突然将他拉住 那夫人若是觉得为夫能派上用场 可以让为夫陪着夫人一起去茶楼吗 然而宋哥却担心茶楼人多口杂说王爷的闲话 可秦昭却表示自己不会介意这些 毕竟只是在夫人的店里做作 即便被大家认出 也没什么不对 秦昭主动伸出双手将宋哥握住 身为细精白莲的他知道 这样的自己 他宋哥根本无法拒绝 果然下一秒 宋哥就被他迷得失了魂 并答应会带着他一起 没想到这秦昭霸道的样子这么可恶 合着是不打算用饮味 准备亲自上阵了吗 宋哥突然俯下身 夫君刚刚有句话说错了 你要去的不是夫人的店 而是咱家的店 一句话 让男人内心突然泛起一阵淋漪 为夫 非常喜欢咱家这个词 来到茶铺后 宋哥特地端来一碗酒酿汤圆 让秦昭品尘 这可是今日的招牌非常畅销 再晚一会兴许你就吃不到 秦昭不解 这汤圆看上去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了起脸侧发丝的他优雅地尝了一口 却将一旁的宋哥迷出了哈喇子 天哪 好性感 真想一口吃掉吗 此时的秦昭在汤圆进口的一瞬间 就被一股酒香充斥 香甜软糯的口感非常独特 心虚的宋哥极力克制着内心的躁动 因为昨天的酒精饮品非常长销 所以就想再推些这类的点心 味道怎么样 很好吃 说话间 男人的脸上已泛起一亩红韵 或许是因为酒精的缘故 让秦昭显得有些恍惚 宋哥突然意识到了问题 他好像酒量不太行 上次回门才喝了一点就不省人事 你该不会 连喝这个都会醉吧 秦昭文言瞬间麻了 作为男人哪有不行之说 我我没醉 就是容易脸红而已 见对方不信他又急了 为夫酒量很好的 真的 没骗人 是是是 夫君最棒了 宋哥被他可爱的模样逗得合不容嘴 然而本还和谐的气氛 却被楼下突然到访的五皇子打破 宋哥顿时大敢不妙 才开业第二天 这茶楼还没红火到能传入宫中的地 若是说巧合路过 倒不如说是有双眼睛 隐藏于角落里在不断地窥视着一切 跋扈的五皇子一进门就叫嚣着要见老板 而他的出现瞬间引起周围人群的骚动 这五皇子来了 咱们是不是要先起来行礼呢 好在宋哥及时出现 真是贵客呀 你人姓宋 是这里的掌柜 这就带您去包房里坐坐吧 可心里却在庆幸 这元淑男主九皇子没有同他一起出现 原来你就是昭王妃的远房表弟 幸会 不过本皇子此次前来并非找您 而是最近正好信得一副上好白玉棋盘 想要与七弟切磋一下 此刻宋哥确信已被监视的事实 因为店铺还没开门 他便带着秦昭过来 根本没人知道王爷就在店里 而他约其应该去昭王府才对 可他却偏偏来了店里 虽然宋哥无法确定对方此行的目的 但绝不能让他与秦昭过期 无论输赢都会让对方趁机使唤 好在他之前将秦昭藏到了二楼 没能给对方留下霍霍的机会 可他却不知 男人正默默地观察着一切 他想知道 宋哥究竟会如何解决这难缠的五皇子 真不巧 王爷他喝了不少果酒醉的厉害 恐怕没法陪您 不如小人斗胆 陪您玩上一局如何 五皇子一把搂过宋哥 若是单单下棋 那也太无聊了 不如咱们定个赌注吧 若是你输了 那就 妇黑王爷居然吃起肥醋 只因女扮男装的媳妇 竟被自家哥哥缠上 这样坐着轮椅的王爷彻底坐不住 就在刚刚 上门找茬的五皇子决定和宋哥打斗 若是宋哥与他下棋输了 那这间茶铺就要改为他五爷的名字 宋哥呵呵一笑 若小人败北更换排便没有问题 但若输的人是殿下宁 那又该付出什么呢 五皇子闻言瞬间怒了 要知道在这经常 他的棋义可是数一数二的 本皇子绝不可能会输 若是输了 爷就在大门口学狗叫 等爷赢了你 就让你这破店彻底关门 千言欢笑的宋哥一阵无语 明明该生气的是我才对 不过 这自愿当狗的黄金国妻 倒挺新鲜 然而两人的对战 却为宋哥的铺子招来不少坎坷 看着不断涌入的人群 宋哥内心一阵窃喜 这五皇子虽然跋扈 但却是个不错的宣传 经此一意 想必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客人 也会对茶铺产生好奇了 随着一阵悦耳的琴音比拼正式开始 没想到你这破店还有专门的乐视 真是有趣的很 面对五皇子的调侃 宋哥则是一笑而过 因为他知道 这是琴招用音乐在为他加油打气 我的招天心儿简直太让人稀罕了 等对战结束后 定要好好犒劳他呢 心花怒放的宋哥 下棋子来更是碎心硬士 而他现在手法却让五皇子犯了半 他专研奇异多年 却完全看不出对方侍从哪位名家 其路目无章法 但每步之间又环环相扣 像似一张无形的巨王引他入局 不等他反应 宋哥再次落下一枚黑子 而这一步却让五皇子震惊无比 之前那些看似废弃的弃子 竟然全被连起来了 眼看宋哥占了上风 五皇子开始坐不住了 不再轻敌的他决定要搬回局面 终于开始认真对待了 虽然他为期水平不低 但终究无法比过现代一期守法 此时在楼上弹琴的情招 虽然没有现场观看局势 但能和五哥对战这么久还没结束 说明宋哥同样擅长此意 我的好夫人 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呢 只是他现在有些困物 这背后亏是王府的人究竟是谁 甚至还故意偷走水果留下把柄 这时探查回来的十一前来复命 主上 您要属下查的事情似乎有些眉目 虽未能查到暗中监视的人 但却打听到唐门最近在寻人 似乎是有家族小辈偷偷跑了出来 秦昭没料到会在这时听到唐门的消息 他深知这唐门是个从不以真面目世人的暗杀家族 而十一觉得 能让主上都无法察觉到申法的家族少之又少 所以他怀疑此事和唐门有关 但没有证据之前也只是猜测 慎重考虑之后 秦昭担心这一切只是巧合 于是命十一继续调查 此时楼下的比拼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五皇子的每次下子都越发的紧张 如今自己没走一步 都好像在他的算计之中 而对方不仅游刃有语 甚至还可以下几个废子故意嘲讽一番 要赢就赢干脆点 如此猫捉耗子的下法有意思吗 宋哥无辜地白白手 小的没有骂 是五爷奇异精湛 小的也是拼尽全力才招架住的呢 五皇子被气到不行 宋哥却笑嘻嘻地递过一杯酒水 看你把我紧张得都口渴 不如五爷也喝点吧 顿时感觉口罩的五皇子接过杯子 然而新奇的口感瞬间打开他的味脸 是酒与柑橘的味道 其中还混杂了些细小的颗粒 这是菊桃酒哦 里面加的是蜜桃果肉 口感不错吧 不对不对 差点被他带偏 他明明是受酒地点拨 各地来此查七弟与魔教勾结的证据 结果不但没见到任何魔教人士 还被个小掌柜打得落花流水 虽然是自己找茬在先 可这家伙着实可恶 现在居然又被为了一口废弃 若是走隔壁的话对方肯定为您 可恶 这家伙究竟想要干嘛 见时机成熟 宋哥决定借此机会拿下五皇子 殿下 不如咱们再加个赌注如何 五皇子文言瞬间充满警惕 他该不会是想趁火打劫吧 怎料对方提出的竟是何其的赌注 他居然想要逼平这盘棋 这小子明明有机会赢 却故意提出何其的赌注 可若是自己输了 那学狗叫的是必定会传到父皇呢 所以何其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咱们不打不相识 都是可敬的对手 如若是不分胜负 小人愿意为午夜奉上一张 终身免费会员卡 作为交朋友的成名 拥有此卡 您可以像在自己店里一般畅想无子 但相对的 小的也有件事想要请午夜帮忙呢 听到这 五皇子不禁思索 若他真是魔教中人 回避朝廷都来不及 又怎会如此坦荡的招待 看来是九弟多虑了 秦昭看中的 不过是七弟的经商才华罢了 你想让我帮什么 看到对方上钩 宋哥说出自己的想法 殿下应该知道我姐夫昭王出身江湖 平时吃惯了粗茶淡饭 口味多少缺乏一些贵族之气 但小的做生意自然希望能更上一层 不知此事务也可愿意 因为宋哥心里清楚 书中的五皇子从小便是不受宠中的一个 就连生母也会嫌弃 他是个只会下棋的废物 而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他却被九皇子利用 而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先表明自己毫无恶意让其放松警惕 再使出压倒性的实力随后故意让子求活 表明忠心 然后说出他最在意的那句话 宋某觉得 围棋也是非常高雅的事务 棋盘犹如战场 而您是最英明的王者 理应带领您的天下做出最为英明的决定 您说是吧 转眼间 本还到处找茶的五皇子 开始沉迷于在美食中挑词 什么芝麻高不够细腻 国酒品类单一 俨然依附老板模样 这可把身后的秦昭气到不行 他无嘴轻声询问宋哥 你确信这样真的好吗 比起被九皇子当枪使 宋哥觉得这样挺好 至少他今天给茶铺引来了不少吃客 怎料秦昭突然拉住他的手心 今日让夫人费心了 夫人一定很累吧 突然的关怀害得宋哥一阵心悸 不行不行 现在可是穿着男装 要是被人看出来可就玩犊子了 宋哥猛地将手抽回 还好还好 还得感谢五爷他高抬贵手 说吧 便顺一道还在狼吞虎咽的五皇子跟前与其道谢 却不知某人的脸已黑成了他 你无需叫我五爷 既然是秦昭的七弟 那便换我五哥吧 当听到宋哥毕恭毕敬地换了身五哥后 全程黑着个脸的秦昭 便自个儿推着扭扭车来到二人跟前 五哥 您来这是找贤弟一起的吧 现在贤弟已经醒酒 不如下两盘吧 五皇子瞬间猛逼 为何感觉今日的七弟有点可怕呢 此时门外的某个角落 是一名手握水果的蒙面男子 就在他咬上水果的那一颤了 又有一道黑影落在他的上方 当两人对视后 他却伸出细长的指尖笔划在唇边 而另一边 袁书男主找到五皇子询问今日的情况 男人一脸心虚 表示没有发现魔教人士 那秦昭被我血虐也没见有帮手出来了 可实际上一把没赢的他 即便是死 也要将此事带进关子 少女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穿越者 就在他努力完成任务时 却有其他穿越者突然出现 甚至连等级都比他高出几倍 而对方的身份 究竟是敌还是有 就在刚刚 准备参加诗词会的宋哥才知道 皇子携带的女眷只能坐在外围 只因皇帝对等级之事尤为在意 对此情招倍感抱歉 只为权贵准备的诗会 或许会让夫人有些无聊 宋哥表示无碍 何况原著中的秋辞会 也没什么特别事件 而眼下的资本积累远远不够 还不如安稳地过完这场戏 听到这 男人的眼眸逐渐暗淡 难道在他心里 与自己的一切 都只是场戏吗 来到皇宫后 宋哥兴奇地参观着宫内的美景 虽自己的位置离秦昭有些距离 但好在还能看得见 为了让傻王妃的形象深入人心 他故意朝王爷的方向连连挥手 傻缺的五皇子以为是在召唤自己 九皇子一滴汗 五哥会错意了 那个区域 应该是嫂子在和七哥打招呼 只见宋哥疯狂地发射着爱心炮弹 将痴情王妃演绎的淋漓尽致 秦昭泽一脸羞涩的白手回忆 一番骚操作后 宋哥心满意足地坐回位置准备开始摸鱼 怎料一旁的女子突然低于抱怨 这古代的茶会也就这样吗 真没劲 宋哥闻声望去 他居然说古代 难道他也是 只见少女一直东张西望着 这男主角到底在哪 若是不帅 可配不上人家呢 这时他又突然对着手边的蝴蝶亲吻 我知道 若要阻止九皇子称王 就一定要让他 爱我爱得死去活来 什么都愿意为我做 一般小说都是这么写的 听到这 宋哥一阵无语 这小姑娘看的小说有点古早了 看来他应该也是个穿越者 否则也不会说出这些话 而那蝴蝶想必就是他的系统 他刚刚说要阻止九皇子称王 或许可以与其合作一番 此时少女突然浮现出 势在必得的自信 虽然我苏百婉是新入宫的兵妃 还未得过圣宠 但人家可是被蝴蝶环绕的天命之女 随便被点古诗词 并会让皇子们为我倾倒 宋哥文言瞬间麻了 我靠 这丫头她想干嘛 就在宋哥想试图搭话时 皇帝却正好在这时抵达现场 随着礼数的完毕 宋哥终于有时间 可以跟隔壁老乡交流感情了 扑子扑子你好呀姐妹儿 自我介绍下 我是秦昭王的王妃和宋哥 有些事情想要问您 还请不要惊慌呢 系统信息没有互通的苏百婉一联盟 你是那个瞎子王爷的王妃 你想问什么 宋哥一阵无语 瞎子王爷 这丫头可真会说话呢 我就是想知道 您也是一位穿越者吗 少女文言一脸错了 怎么 难道你也是吗 当然 我的任务是帮助七皇子秦昭 不过刚刚听下来 似乎和您的任务不一样了 宋哥故意隐瞒了帮秦昭称王的信息 想看看对方的态度 不一样又怎样 我凭什么要和你说这些 宋哥有些意外 既然我们都是穿越者 为了能够回家 彼此互通消息互相帮助 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才率先表达诚意 如实告知呢 不是吧 难道你的系统没有和你提过吗 穿越者与穿越者间 可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信息延迟的宋哥一脸猛逼 居然还有竞争一说 那破镜子居然都没有提过 对方的蝴蝶系统 突然凑到宋哥面前 原来你拥有的是镜子系统 那家伙明明等级那么低 居然敢给你接这么高级的任务 小婉你无需与低等宿主浪费口舌 只需专心完成你的任务就行 苏百婉应声点头 宋哥则瞬间无语 这系统之间居然也存在鄙视链 可宋哥有些不解 明明能合作共鸣 为什么还要这样 那是因为系统之间要划分功绩点 从而决定积分的高低 更何况每个系统的喜好与手段不同 而今日需要让小婉在秋辞会上大方光彩 令皇帝以及所有皇子为之倾倒的任务 你可别动脑筋想要来分杯羹 宋哥欲言又止 这想法不要太离谱 怕是古早万人迷文看多了 他好心提醒对方 这皇帝一向不喜外围女眷参与对师 太耀眼的话会适得其反 怎料对方不仅不领情 还指责宋哥有男尊女卑的老派思想 作为女子 为何不能展示才华 现代人就该有现代人的思想开花 而你的想法 真是让人有点恶心啊 等等他没病吧 居然说我思想封建 到底是低等系统选的宿主 哪哪都不行啊 而我 要向世人证明 即便是女子 也能拥有报复和财学 宋哥瞬间无比抓狂 鸡同鸭奖简直无法沟通 这丫头 绝对低套路文看得太多 被洗脑洗得魔争了 把自己当成天选的女主角了 也罢 万一人家拥有金手指呢 再劝就着实显得过了 归根到底 人类或许就是这样的生物 明明能合作共鸣 却非要争斗不休 无论是男人与男人之间 还是女人与女人之间 亦或是男女之间 都是一样 就在所有皇子完成作诗 由皇帝举办的秋辞会 接近尾声时 苏白婉却突然伸手示意 臣妾闲来无事 一时兴起作了首诗 不知可否与此献丑 而此举 却让一旁的宋哥 坐立不安 少女穿越又与其他穿越者 然而对方不仅拥有高级系统 甚至还将自己视为敌对关系 同样身为穿越者 宋哥则好心提醒对方 莫要强行出头 可苏白婉为了能获取在场 所有男者的青睐成为主角 尽不顾皇帝的忌讳 贸然起身展示才华 而此举瞬间引来 众多男兵的嘲讽 真是笑话 他一个新入宫的兵妃 也会作诗 而皇上显然没认出他是谁 在得知他身生香气 能引来蝴蝶的妃子后 便让他暂且一世 苏白婉内心一阵窃喜 并认为宋哥的提醒 是故意没安好心 不过是见不得他成为众人的焦点罢 于是他将课本里学到的小吃贝了出来 小和财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众皇子一听 感觉这诗倒是有点意思 苏白婉内心一阵得意 自己选的可是杨万里先生的诗 当然不错了 怎料皇帝却并未买账 此诗为早秋 荷花多已衰败 稍许有些不合时宜 还能再作手其他的吗 苏白婉嘴上说着可以 可内心早已慌到不行 他悄悄悄地让蝴蝶系统 帮忙搜索相关诗词 随后便展示了一首前唐胡春行 地旁的宋哥为其捏了把汗 这丫头似乎没能理解皇帝的言下之意 果然皇帝脸色沉了几分 不知爱妃师中提到的 孤山寺和贾廷是位于何处呢 身为学渣的苏白婉 瞬间心头一紧 只能再次求助系统帮忙搜索位置 然而宋哥却再清楚不过了 这孤山寺和贾廷 都是杭州西湖的名声 可他们现在是处于一个 完全架空的时代 根本就不存在此地名 若是他说了的连皇帝都没听过的地方 恐怕会被当成抑郁潜入的奸行 那结果恐怕不堪设想 于是宋哥取出丝巾准备提醒对方 他故作不适地咳了两声 示意他看下自己桌上的字 与此同时 搜索到的系统告诉苏白婉答案就是杭州 可经过宋哥的提醒后 苏白婉意识到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这个地方 于是他便按着宋哥的提醒 说是自己是在梦境中见过 应幼时就常幻想着宫中的模样 觉得皇宫犹如人间仙境般广阔 皇帝闻言瞬间开怀大笑 好一个人间仙境 可就在两人以为危机解除时 皇帝却突然让新科状元 对苏白婉的诗进行评价 毕竟张大人是公认的文采斐然 想必定能给苏菲一个满意的答复 男人礼貌上前 表示苏菲的两首诗非常精彩 聊聊几句便能道进春意盎然之景 听到赞美的苏白婉两眼发光 看来是成功了呢 可宋哥却意识到问题 果然下一秒 男人直接来了个急转弯 不过女子终究是女子 这两首诗的词句之间缺乏大气 与诸位皇子的诗词相误 到底还是相差甚远 苏白婉文言一脸错误 他不明白对方为何要如此评价 兵妃做事不义 理应鼓励 只是这诗 逼臣所见南登大雅之堂 此话一出 众人再次纷纷嘲讽 我就说那小兵妃的诗不行吧 哈哈 皇帝嘴角微扬十分满意 朝堂乃是非常严肃的地方 怎能容得女子智慧 人都在疯狂地嘲笑 就连刚刚还在夸赞他的皇子们 也纷纷露出丑恶的嘴脸 而这一切同样恶心到宋哥 这些只会鳄鱼奉承的杂碎 真是令人作偶吧 被无尽讥讽与嘲笑的苏白婉贪软在地 我用的可是名师 没道理不被赏识啊 宋哥端起茶水一声冷笑 苏白婉见证瞬间怒了 你笑什么 看我出丑你很开心是吧 你觉得 要让那些自诩经纶满腹的身居高位者 去承认自己不如个心入宫的兵妃有财血 是个容易的事吗 苏白婉心头一紧 难道皇上他是故意的 他是一国之君 需要故意吗 皇权之下 皇帝说你黑 那所有人便都会承认你黑 皇帝不喜女子淫师 即便是神仙下凡又有何用 这人性和权力的交锋 古往今来不是一向如此吗 你如今生活在这深宫之中 想必无需几日便会明了 回王府的路上 宋哥看着窗外一言不发 而他的一举一动全被装下的情招看在眼里 夫人累了吧 要不要靠着微夫休息一会儿 色批宋哥闻言瞬间来了劲 乐呵呵地扑到男人环里 招儿今天的诗句超级棒呢 还还好吧 微夫的诗词还不及夫人身旁的女子力 他的诗更有味道 宋哥闻言突然正主 他看着眼前蒙着丝带的情招 他怎么知道那人坐在我的身侧 全靠听音变味吗 宋哥扑次一声 忍不住在男人身前哈哈大笑起来 猛逼的情招一脸猛逼 夫人为何忽然这么开心 此时的宋哥笑出了眼泪 有趣 真的好有趣呢 虽然说我在的那个世界没有多好 但显然这个世界要更加的烂 说吧 宋哥的小手又开始不安分起来 这么烂的地方 着实配不上如此美好的夫君宁 所以 让我们一起 改变他吧 纯情不惊妖的王爷又又又害羞了 直音女扮男装的媳妇居然主动向他索吻 这下男人彻底糟不住了 只能硬着头皮吻了上去 就在刚刚 坐着扭扭车回房的情招 就看见媳妇翻箱倒柜的在找东西 可当他刚凑到媳妇跟前 宋哥便巴急一下坐在他的靠背上 男人一脸羞涩地别过脸颊 夫人 找这些旧物做什么 因为我需要找些值钱的东西 原来白天宋哥刚到铺子里 便得知隔壁有人也开了间茶果铺子 不仅菜品相似 就连价格也比宋哥优惠很多 然而更过分的是 对方居然与房东勾结 承诺以原房租的五倍价格 租下宋哥的铺子 面对上门感人的房东 宋哥一眼便明了是怎么回事 如今自己茶铺的名声已在 只要保持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客人来往 而他前老板想要的 不仅仅只是这间屋子 还有这的装修 名声 客流以及果茶铺的完全垄断 可即便宋哥猜中又如何 作为房东先生 看中的无非是谁能给更多的房租罢 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催促宋哥明日必须搬礼 怎料宋哥却很淡定 并给出了一个让其无法拒绝的提议 所以眼下的宋哥需要钱 需要找到之前皇帝遇刺的凤冠 听到这 秦昭倍感抱歉 自己虽是个王爷 却不被任何人看在眼里 若是为夫能有更多的权利和威慑 那么夫人便不会被那些人欺负 可宋哥却并不在意这些 或许王爷还不知 正是因为能同名结音 我才有机会带走这皇上遇刺的珍宝 看到凤冠碎的秦昭不解 夫人之前不是将此与嫁妆一同给了何家了吗 宋哥一个弹跳稳稳落定 这是之前婚礼时半岛摔掉的那一小块 而何家因担心被降罪没有声张 于是我便悄悄留了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没想到今日正好可以用来救济 听到这 秦昭故意问宋哥是不是想用这个 与房东谈更高价的房租 宋哥却直接否认 若我继续抬价只会落入无用的消耗 况且房东大概率会选择与其中一方结盟 故意去套牢另一边的钱财 而我打算拆了这串品质上乘的首饰 直接换取茶铺的房屋地契 毕竟以这黄金珍珠的品质 买下整栋楼都不成问题 只是这首饰毕竟是遇刺之物 在对接前还需要做些处理 所以夫人 是打算亲手毁掉自己一生只有一次的奉官吗 是啊 这样一来 我们除了王府外还能拥有其他不动产 还不用受那些外界的制约 不挺好吗 男人看着手中的发誓一阵沉默 宋哥本还纳闷他这是怎么了 可一下秒他突然捂着紫 现在的我 是不是特别令人讨厌 是我没想到这点 毕竟奉官是您父亲赏赐的 臣妾之前不仅给了何家 甚至还私藏部分打算卖掉 真是连生而为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 秦昭连连摆手表示自己没这么想过 真抱歉 但臣妾就是这样的人 之前王爷曾问过 穿越前的我是什么模样吗 大抵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般冷漠 是李 又喜欢利用别人的人 那时的他为了拿下生意不择手段 被周围的人畏惧 独来独往的他早已看尽人间冷漠 所以 即便王爷您感到失望也理所当然 只是我这性格怕是改不了了 真是抱歉 怎料男人一把将他搂入怀里 嘴上说着夫人不用改 可心里却庆幸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倘若他只是个会为奉官惆怅的人 反而会让他失望 现在坦来 宋哥已经对他信任到 可以冒着风险去撕卖遇刺之物的地步 而想要掌控一个人 就得从对方自我厌恶事开始 以往的他总是过于无懈可击 今日 总算找到合适的时机了 男人故意凑到宋哥的耳边 我知道夫人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王府 若此事夫人不言 我便根本无从知晓 可夫人却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告之为夫 为夫真的很高兴 宋哥闻言一滴汗 他居然因为这个开心成这样 却不知对方是故意为之 男人一脸真切 不知夫人 有没有什么需要为夫帮忙的 虽说父皇可能不会记得 这份官上有多少珍珠 可夫人卖掉自己的嫁妆 多少还会心痛的吧 宋哥被迷到不行 可在他心里 比起首饰 他更爱房子 是本王无能 可本王也希望自己能为夫人分担些什么 宋哥爆汗 这又暖又懦的小白莲 是不是又哪根圣母神经搭错 全身都散发着圣母光辉 可若是不让他参与 怕是会受到打击吧 此时此刻的二人各有各的心眼 男人心想着自己回京的目的 与宋哥想做的任务相同 如今矜持得够久了 是该找个机会 同意他之前提的继位仪式 而宋哥觉得自己一人就能搞定 便想随便找个事情搪塞过去 但若想让情招之拿而退 并乖乖被调戏的法子 只有那一个 于是宋哥缓缓凑到男人跟前 若是夫君有心又不讨厌臣妾 那臣妾可以 拥有您的吻吗 说完宋哥便开始幻想着 男人因害羞而仓皇逃离的母娘 毕竟结婚到现在 都还没有任何亲密举动 想必他一定是不喜欢这类行为 果然下一秒 秦昭便一脸娇羞地别过脸颊 支支吾吾半天都说不出个完整的话 他在心里一阵吐槽 这女人不害臊吗 即便没感情也能做这种事吗 他到底是有多喜欢酱酱酱酱 可若是自己这事拒绝 那之前铺垫好的一切就没用了 一番挣扎后 男人的脸越来越红 夫人多虑了 你可是我的妻子呢 话音刚落 男人便主动将宋哥稳住 失策的宋哥心头一紧 不是吧不是吧 他居然来真的 然而男人接下来的举动 却让他整个人都要疯了 明明两人都是初吻 却还要争个高低 为了证明自己更有经验 居然和对方的嘴打起了架 就在刚刚 女扮男装的宋哥突然向男人主动索吻 差点让纯情的王爷落荒而逃 他没料到这女人居然这么不害臊 但为了防止自己的计划泡汤 男人只能硬着头皮主动吻了上去 可这举动 却让宋哥彻底猛了 他本是想故意刁难情招 让其知难而退 可这家伙居然来真的 虽然自己查了很久没错 但他是真的很慌啊 然而在唇绊碰上的那一刻 男人的大脑却在飞速运转 却问 应该怎么做来着 似乎不单单只是触碰才对 他伸手俯上他逐渐炙热的脸颊 急促地呼吸扫过彼此的脸庞 就在宋哥以为要结束时 男人却再次将他稳住 而这次与之前不同 他能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唇枪被对方霸占 此刻的宋哥瞬间麻了 这家伙 究竟是有经验 还是突然激发了某种天赋啊 明明看上去 与自己一样是母胎色 可他怎么会这么熟练 不行不行 自己可是来自21世纪的现代人 那么多小说可不是白看的 怎么可以在这输给一个古代人 被胜负欲支配住的 宋哥反手将对方搂住 将原本的被动换成主动攻击 此刻已被完全压制的情招 瞬间猛逼 他在心底纳闷 这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之前不是说要他来亲她吗 怎么现在却反过来了 这突来的攻势 让男人心慌不已 他纠结自己 是不是该让出主动拳讨他欢心 可转念一想 自己毕竟是个男人 怎么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落为下方 于是谁也不愿服输的二人 就这样和对方的嘴打起了架 不知过了多久 差点窒息身亡的二人 这才结束了比拼 修红脸的两人同时 背过身不敢与对方指示 秦昭连忙擦拭掉 自己嘴角的口水 苍天啊 自己刚刚居然连矜持都不顾 这时 他突然发觉自己的嘴中 有骨特别的味道 他冷不丁地转身询问宋哥 夫人之前吃了什么 有骨香香甜甜的味道吗 同样在擦着口水的宋哥 想都没想就回了去 我之前吃了的橘子 此时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二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突然意识到问题的 两人再次干大的小脸爆红 眼看氛围已经尬到了极点 狂不住的宋哥 搜的一下站起身 那什么 我先去休息了 而此时的秦昭早已当机 只能木讷地回了个哦 下一秒 宋哥便无脸狂奔逃离现场 救命啊 他为啥要问我吃了什么 难道他 呜呜简直丢死人了 明明一开始是为了 扫秦昭的操作 可结果落荒而逃的却是自己 呜呜 果然年纪大了 小心脏也扛不住了 回到房间后 宋哥不停地抄着冷水 让自己降温 不过话说回来 这接吻原来是这种感觉 柔柔软软的 酥酥麻麻的 还会让人热血沸腾 甚至 还有点上瘾的 我靠 我在想什么呢 时空的宋哥对着墙边 就是框框一顿猛杂 理智点理智点 他可是纸骗人啊 千万不能因为这些影响任务 恢复理智的宋哥 躺在床上不断地自我劝戒着 明明已经下定决心 像我这样的人 根本不适合结婚 也不适合谈那些广义上的恋爱 而现在不过是战术联姻罢 只要搞定任务 就能回到现代了吧 然而当他进入梦乡后 男人却推着扭扭车 悄悄来到他的身边 他默默地看着 正在熟睡的女人 嘴角静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不知为何 哪怕只是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他的心情都会莫名地愉悦 他将屋内仅有的烛光轻轻吹腻 随后慢慢凑到媳妇跟前 看着呼呼大睡 没任何情绪波动的宋哥 他忽然又很不识滋味 为什么他可以如此淡定 难道对你而言 这也是一场戏吗 次日清晨 宋哥一睁眼 就看到那个昨日 与自己疯狂打拨的男人 为了控制住自己内心的躁动 于是他决定 与帅气王爷疯狂打拨后 花痴少女彻底遭不住了 为了防止失控做出过分的事 他甚至有了想要分床睡的想法 可面对这么黏人的夫君 他又不知如何开口 只能趁对方眉省灰溜溜地 起身来到铺子里干活 而这边的秦昭一睁眼 就没看到媳妇半点影子 失落的小情绪瞬间涌上心头 此时哈欣连连的宋哥 被同样赶早的前老板撞上 他故意上前询问宋哥 是否找到新店铺的地址 宋哥呵呵一笑 我为何要选新店呢 说罢便将地契举到对方眼前 倒是前老板以后 需要将行租交给我了呢 前老板没想到宋哥 居然买下了整栋 看来自己的铺子 怕是刚开业就要关门大吉了 怎料宋哥却表示 自己不会将他赶走 更不会有趁机涨租的想法 前老板被整了一头雾水 宋老板有话直说吧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宋某知道前老板是个聪明人 眼下有个你我共赢的法子 而我称他为连锁店政策 宋哥将现代的连锁店理念 与其解释了一番 而他深知以前老板的能力 肯定不满足于眼前这一家店铺 有了这个政策 他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随意开设其他分谱 而他宋哥只需要分得 纯利润的百分之十 当宋哥成功拿下前老板后 招王府资产翻三倍的任务 已基本完成 随后他又回到铺子里 开始选拔店长 毕竟他还有其他任务 不能在店里久坐 当处理完一堆事物后 宋哥才发现夜色一身 戴了一天假象面具的 他身心俱疲 这还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这么晚回家 不知道那秦昭会不会担心自己 不行不行 不能再将他当成虚拟男友 自己早晚都是要回到现代的 必须找个时机与他说明 不是他想始乱终起 而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谈这场恋爱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刀剑声 只见一名白发男子 被一群杀手追击 而这些人的样貌特征 似乎是书中提到过的 杀手施加唐门 而唐门这个组织在小说里 一直都充当各方势力 所护庸的耳目与刺客 如今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可下一秒 宋哥就被一只大手拽向后方 别怕 是我 这些武林中人的身手普遍叫好 而唐门的身法又以诡诀著称 夫人最好还是莫要掺和进去 宋哥心底纳闷他为何突然出现 关键他还看不见 就不怕认错人吗 本想张口问他 可悲催得他只能发出乌声 更要命的是 他使出全力也未能掰开对方的手心 而故意使坏的秦昭则一脸坏笑 当他松开手后 宋哥便迫不及待开口询问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又怎么知道湛纳的是我呢 秦昭还住他的腰间 因为夫人一直没有归来 为夫很是担心 所以故而来店寻找夫人 秦昭一边说一边蹭了蹭宋哥的脸颊 至于如何发现是您 那是因为 夫人的脚步伤 为夫永远都不会忘记 一句话 让宋哥的小心脏蓬蓬狂跳 更要命的是 他现在越抱越紧 自己整个人都快躺在他的身上 然而这次和之前一样 无论他怎么用尽也无法挣脱 秦昭故意表示自己身体行动不变 只有在身旁才能护好夫人 还请夫人莫要离开 当然 若是夫人能顺便替我观察清楚 那些武林人师的动向 为夫会更加感激呢 宋哥内心极度崩溃 这姿势要我怎么观察呀 可怜的宋哥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极不自在地为秦昭解说几人的动向 被众人追击的银发面具男子功法不弱 但因人数压制处于下风 此时宋哥才想起原书中有个重要的角色 而那人就是有着一头银发的面具男 而他看的那本小说中 秋辞会才是一切故事的开篇 在这之后 故事便直接将视角切到身为男主的九皇子者 而九皇子秦盛天从剧情初始便带着一位名为九的手下 那男主曾提到九是因自己害死至爱才导致性格怪异 看来 这个被追杀的人 应该就是那个名为九的侍卫了 然而就在两人在一旁观察时 意外的事情 却发生了 庄家的王爷又被媳妇扫到脸红心跳 想要休息的他刚取下眼前的四代 就发现媳妇露着洁白的后背躺在床上 情招傻眼啊 他这是想要做什么 而刚沐浴结束的宋哥浑身充满倦影 这几天太累了 肩膀好酸好酸 不如夫君帮我按两下吧 情招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慌乱的他推着扭扭车连连后退 唯唯唯夫 唯夫病 并不擅长这些的 不知道对方能看见的宋哥表示无碍 随便按两下就行 情招没辙 只能闭上双眼抖抖嗖嗖地凑了过去 舒适的按摩让宋哥很是享受 没想到这家伙的手法这么好 却不知他身后的男人早已处在崩溃的边缘 我八成是脑子瓦特了 才会要装成盲人 天啊 谁来救救我呀 片刻后 本已睡下的宋哥突然坐起身 他有些好奇地打亮着眼前的情招 书中说情招是因为寒毒 才导致双腿失去了知觉 所以才导致他其他的腿无法扔倒 虽然现在只是单纯的室友关系 也没打算发展出真正的夫妻关系 但是 他真的真的非常好奇呢 此刻装睡的情招突然感觉背脊一阵发凉 他究竟想要干嘛 我靠 这女人 简直不知廉耻 请问作者 你的良心真不会痛毛乌乌 次日清晨 宋哥悠闲地逛了一圈 鸟语花香的环境让人格外惬意 这时身后传来王爷的声音 担心对方不变地宋哥主动跑了过去 没想到王府的花比外面的还要漂亮 不过 有些是看起来很难成活的药材 是请了专人打理过吗 男人不好意思的小脸一红 没没有请人打理 这些只是 只是秦某的一些小爱好 宋哥不可思议地睁大双眼 夫君的意思是说 这些全是您自己种的 虽然小说里提到过秦昭喜欢种些花花草草 但亲眼看到还是觉得非常震撼 说来惭愧 虽然父皇赐了秦某园子和地位 但我回朝时日不多 又无法承担大叶 所以 所以丰露攒了聘礼后便没剩多少 宋哥震惊无比 他再不是天天都是自己收拾这么大的王府吧 等等 堂堂王府 该不是除了咱俩外 就只剩李娘和翠儿了吧 男人闻言瞬间僵住 他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 申抱歉 为夫很穷 然而他委屈的模样却直接可爱到宋哥的心坛里 他强忍着内心的躁动表示无碍 能一直过二人世界也挺好的 这时 一旁的果树引起宋哥的注意 这也是宁重的吗 看起来似乎已经成熟了吗 夫人想要尝尝吗 宋哥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树太高了 还是等拿了梯子来再说吧 男人抬起俊俏的脸庞闻了闻果子的气味 无妨 为夫可以为夫人摘下果子 还没等宋哥反应 秦昭便借用手臂的力量 直接一个飞身将果子稳稳握住 被摔到的宋哥看待在原地 直到男人稳稳落下后这才回过神 不是吧 您会飞 难道腿能动了吗 仅靠嗅觉就能闻到果子的位置 面对宋哥一连串的疑问 秦昭却只是淡定地为他擦拭着果子 轻功而已 秦某的功夫还是不错的 只是不能行走罢了 宋哥看着手中的果子怀疑人生 还能这样啊 不过也对 四大名鼓中的无情就是双腿残疾 却能以轻功独步江湖 这设定倒也能说得通了 秦昭却抓住了重点 这无情 夫人认识 宋哥被问得莫名其妙 没有 他只是画本里的角色而已 男人低下头一阵沉默 那这人 是的男人吗 宋哥一脸猛 你是问无情吗 是男人了 不是 他问这个干嘛 是想比比还是咋地 为夫 以后会认真练习轻功的 还望夫人以后 不要再想他了 一句话 直接惊掉宋哥手中的果子 那个 夫君该不是 再吃醋吧 男人故作无事 没有 我就是随便问问 看着小脸越来越红的情招 宋哥一脸贼笑 他居然跟纸片人吃醋 不过他情招对我而言 似乎也跟纸片人差不多呢 此刻的宋哥忍不住 想要调戏一番 他故意坐到轮椅的扶手上 一脸玩味地看着对方 若是臣妾真的变心了 想要离开 您会怎么做呢 男人闻言瞬间慌了 随后一把将宋哥搂入怀里 不行 夫人不能抛弃我 为夫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才遇到你的呢 宋哥心底庆幸他没有说 娶了你 你就只能是我的 这类令人厌烦的话 而他现在反而像是在请求 真是让人打从心底怜惜呢 他主动将对方揽入怀中 真道歉 宋哥不该跟您说这种话 放心吧 我不会走的 宋哥会一直陪着王爷 直到王爷您不再需要宋哥 秦某怎么会不需要夫人 秦某愿意将自己的一切都给夫人 只求夫人您不嫌弃 宋哥突然伸手俯上他的唇边 将他打住 温润柔软的触感令人痴迷 没想到这光天化日吃豆腐的感觉真爽啊 夫君多虑了 宋哥不需要您的一切 宋哥想要的只是每当我想吃果子时 夫君能帮忙摘下来 就可以了呢 为了帮助男配成为天下之主 少女决定抢走男主的得力助手 而他的举动却让某人的情绪波动到极点 就在刚刚准备回家的二人 却撞上唐门少主被人追杀 原来唐门的老门主突然离世 副门主便想铲除即将继位的少主窜举 就在二人以为对方即将死于刀下时 而他的身手似乎不错 当解决近身的几人后 便带着男人迅速逃离 可杀手们仍紧追不舍地跟在后面 宋哥连忙起身 咱们得赶紧跟上 被一路推着的情招不解 夫人为何如此激动 莫非和之前提到的画本剧情有关 不知道对方是在故意套话的宋哥解释 这人是书中的关键人物 还是之前疯狂坑你杀害你未婚妻的九皇子的人 而您眼中的九皇子 远远没有表面上展现出的那帮无害 毕竟现在主线剧情已经开始 宋哥觉得多少应该透露些消息给他 免得这个小白脸总是吃亏 不会的 九弟他平时很照顾我的 夫君信不信随便的 但您应该清楚 我并非这个世界的人 与您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因此没有必要骗您什么 其实男人一直都在装傻 九弟做的事他当然知道 只是自己也是花了不少时日才摸清此事 而他却如此清楚 难道真是从画本中看来的吗 所以今夜唐门的恩怨 夫人打算如何处理 宋哥表示 画本中这里的剧情 应该是唐门没有得逞 反而受伤的少主 被路过的九皇子捡到收为助理 原本是想跟紧此人 以便斩草出根以绝后患 毕竟以对方的能力 等日后成了敌人的话太麻烦 不过刚刚看到对方 和那姑娘一起识的模样 我却又改变想法了 能令小说中 如石头般冷硬的暗杀狂魔 露出如此人性化的表情 除了文中后面提到的 那位死去的挚爱 应该不会再有旁人了 或许是同夫君相处久了 臣妾如今也染上了 心慈手软的毛病 当然我也想知道 通过恋情 是否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宋哥沿着对方受伤 留下的血迹一路推着秦昭 可眼下血迹却在这时消失 那引发男子伤势不清 照理说不可能会突然止血 宋哥幻想着 负伤男子被抱起的画面 毕竟只有这样 才不会让血水流到地上 秦昭通过灵灵的嗅觉 闻到了方位 并让宋哥往北边的方向走 此时的宋哥全身的神经 都在紧绷 那些唐门的刺客 同样不见踪影 估计是在分散寻找目标 若是不小心与他们撞上 那就不妙了 虽然情招自幼习武 可如今因身体不变 也只能用些不需要腿的招式 若真是碰上肯定男敌那些杀手 宋哥突然停下倍感抱歉 此事全由我好奇心引起 没必要让夫君与我一同放行 夫君先在此处安全去休息 等我解决好后再来与您会合 不行 方才为夫说过 我们要一直一起不可以分开 请夫人相信我 我能保护好夫人的 宋哥内心瞬间泛起一阵涟漪 此刻的他就如书中描写的一般 即便面对危险 却仍旧散发着一身的光芒 也正是因此 才让他对这个角色深深着迷 放心吧 臣妾有自保的手段 这时秦昭突然听见一阵呼啸声 随即拂袖挡下上方飞来的几枚暗器 宋哥倒吸一口凉气 我们要找的人就在这里 宋哥转身看向身后那漆黑的巷子 果然被秦昭说中 那个受伤的白发男子就躲在这里 见对方面露不悦 宋哥连忙举手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甚至可以帮他们找个躲藏的地方 男人眼中充满警惕 为什么要帮我们 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宋哥自然不会明说 好处是有的 不过 你现在只需说出你的需求就行 毕竟杀手随时都会追来 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 可男人却直接拒绝 已经没有意义了 任何人都帮不了我们 他颤颤巍巍地转过身走向心爱之园 唐某在执行任务时便已知道二位的能力 所以知道你们不是追兵 但千秋他染上的是不治之症 即便王爷有再多药材也无济于事 夫妻二人闻言瞬间正主 不治之症 执行任务 其实我观察王府已经很久 也羡慕你们二人的生活 可惜羡慕终究只是羡慕 要怪就怪我自己太弱小了 不仅无法解决自己的事 还害他连最后的日子都被搅得不得安宁 听到这 宋哥才意识到他就是之前那个监视王府的透离贼 这时秦昭问他口中的绝症是指什么 男人沉默片刻 随后开口表示是段长庸 此时女人不断呢喃得好痛好痛 斗力般大的汗珠不断落下 男人轻柔地拍着女人的肩膀安抚着 不痛了不痛了 睡着就好了 他的眼中满是自责 或许这就是报应吧 干得坏事多了 就会被抢走自己在意的一切 宋哥虽然还有很多疑问 但眼下还是救人要紧 他悄悄地询问秦昭这段长庸是什么 为何说无药可疑 就连他这秦王胜手也不行吗 秦昭解释此病会导致右下腹疼痛 宋哥听着秦昭的叙述后总觉得有些耳熟 难道这个病是 只因男人吃了一缸子醋无处发血 于是他便拉着媳妇和他的嘴打抢架 这操作让宋哥直接傻眼了 就在刚刚 宋哥通过秦昭叙述的症状推断出 那少女所得的不治之症应该就是蓝尾炎 而这个病症 若是在现代只需一场简单的手术便能治愈 为了能够救活那名女子 秦昭让宋哥多讲讲手术的细节 而他或许可以诚实一下 宋哥有些惊讶 他没料到这秦昭赶碰从前完全没有了解过的西领 秦某不能保证能一定将他救活 但若不尝试一番 那便连最后的一丝希望都没有 你觉得呢 庞上门主 男人一阵沉默 此时此刻 他确实别无他的 可还没等他回复 那群杀手便追了上来 并将宋哥一行人团团围住 而围守的男子为了避免计划生殿 决定将他们四人全部就地解决 唐九直接冲上前将那男人拦下 并让宋哥带走千秋 他来断后 秦昭迅速为宋哥挡下周围几人的攻击 而他则趁机冲到巷子的另一头 其实有唐九的断后 他们三人确实可以轻松脱困 但唐九的生还几率怕是微乎极微 因为现在的他不会再选择逃跑 而是会为了心爱之人豁出性命 虽然说效忠九皇子的人死了也没关系 但这结果并不是利益的最大话 宋哥将千秋交给秦昭想要去救唐九 这让一直在隐藏功力的秦昭瞬间猛 虽然说他能瞬间解决这些小罗罗 但他却还是劝宋哥赶紧离开 怎料宋哥却取出自己研制的炸药 他必须要救下唐九 否则今晚的一切都白忙活 唐门小哥 不如我们来谈个生意吧 如果能给你与千秋姑娘想要的生活 您能付出什么代价呢 可唐九只觉得荒谬 只让他赶紧带着千秋离开 万一真能实现呢 没等唐九做出反应 眼前的几人便被宋哥扔出的炸弹炸上了天 于是几人在宋哥的庇护下迅速逃离了现场 好在他之前利用空闲时间改良了炸药 如今竟真的派上了用者 脚底跑出火星的宋哥一边推着扭扭车一边大喊大叫 又时不时丢出个炸药将周围的居民闹醒 秦昭这才意识到 他是故意闹出动静 只要惊扰的居民越来越多 那么这群杀手便无法下手只能就此作罢 几人一路奔跑来到昭王府 现在终于安全了 在安置好受伤的千秋后 宋哥让李娘备了些煮沸的纱布 并将需要的刀具进行消毒 但眼下还需要能让患者全身麻痹的迷药 秦昭表示基础麻药已经备好 但要使人完全昏迷没有之举 还是李娘更加擅长 宋哥看向一脸心虚的李娘 虽然内心有很多疑问 但眼下还是救人要紧 在李娘喂下药物后 宋哥简单地向糖九阐述了整个手术的过程 而秦昭也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为人开服 生死全凭天意 糖九瞬间心头一紧 但无论如何 他打从心底感谢秦昭愿意出手帮忙 此时的宋哥思绪万千 原书中的糖九是男主最信任的手下 但同时也是他手中随时可以舍弃的一枚妻子 而此刻是与他谈判的最好时机 只需要一句话 他便可向书中对待九皇子般忠诚于秦昭 可他现在却不想趁人之危 比起那些所谓的英雄哭 他更爱看些大团圆的结局 宋哥将千秋的手放到男人的手心 糖公子若是担心 那就握紧千秋姑娘的手为他祈祷吧 从某种角度来说 心境之人的体温对病化而言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 另一边 拥有夜盲症的秦昭苦逼逼的为自己背了好些烛光 不知为何 他的心底突然涌入一股莫名的情绪 害得他整个人提不起劲来 此时不知情的宋哥有些好奇 夫君准备这么多烛火是做什么 秦昭解下眼前的丝带表示是自己的一种习惯 行医时 还是开眼比较令人安心 此时的宋哥突然有种错觉 为什么他感觉此刻的秦昭 好像目能失误了吗 秦昭用烈酒进行了手部消毒 随后便在宋哥与李娘的协助下开始为千秋动刀 不敢有一丝怠慢的他早已汗流加倍 随着最后一道伤口的缝合结束 这场首次蓝尾切除手术已经完成 眼下的千秋呼吸平稳 接下来只需要预防伤口感染等他清醒便可 唐九万分感谢 辛苦二位了 这边我看着千秋变好 二位还是先去休息吧 宋哥有些不放心 唐公子也受伤了 不用休息会儿吗 却不知身后的某人已打翻了醋钢 谢谢关心 唐某想在这手道他醒来再说 明明是一番客套话 可秦昭内心却无比烦躁 宋哥与唐九道别后便推着秦昭回去休息 一天一夜的高强度工作已经让他累到不行 困到模糊的他机械般的为秦昭宽衣 怎料秦昭却突然生出小九九 夫人能将脸 凑过来点吗 宋哥先是迟疑了一秒 随后俯身凑到男人跟前 是这样吗 可下一秒 秦昭便搂住他的脖梗直接吻了上去 此刻的宋哥瞬间猛了 然而 更过分的却还在后面 男人每次吃醋 都要和媳妇贴贴才能哄好 怎料媳妇却一心想要穿回现代 这让刚动心的王爷直接变成了风批 就在刚刚 吃起飞醋的王爷满脸不悦 当宋哥刚凑到他的跟前 他便直接将他搂住和他的嘴打起了架 此时的宋哥瞬间大脑一片空白 快要窒息的他不停地拍打着秦昭 可对方似乎根本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好不容易挣脱的宋哥战术性后仰到一侧 秦昭 你你这是干嘛 是手术压力太大 还是中邪了 男人一声叹息 眼神中更是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他轻柔地俯上宋哥的脸颊 夫人 您似乎很在意那位唐门少主 比起媳妇 她要更好吗 男人一脸受伤的模样让宋哥很是猛逼 心想这都什么跟什么 她怎么还比起来了吗 夫君为何要比较呢 您应该清楚 我之所以在意唐酒 是因为她在书中的剧情里有些关键而已 闹了吗 媳妇在书中关键吗 男人的突然靠近让宋哥心底一颤 他的眼睛明明看不见 可为何会有种被看穿的感觉呢 有些不自在的宋哥拉开距离看向别处 他这是咋回事啊 好像从那次清清后 就变得有点黏人了呢 见宋哥没有回答 秦昭心中越发沉闷 或许我该这么问 在夫人的眼中 注视的人究竟是我 还是那个画本中的我 心虚的宋哥瞬间爆汗 他没想到自己的那点小心思被他发泄 虽然小说秦昭和如今眼前的秦昭为同一人 可实际上确实有着些许差异 意识到对方在吃醋的宋哥连连说着抱歉 是臣妾不对 让夫君缺乏安全感了 那夫君想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好些呢 为夫无事 男人嘴上这么说着 可心里却如同压了块石头般难受 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何会这样 虽然知道自己可以顺着他刚刚的话 套出画本中的剧情 可那样做却并不能让自己觉得开心 宋哥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样吧 我现在将秦王这本小说中知道的事 原原本本地都告诉您 若能在听完后说说您自己的看法 那臣妾会感激不尽 主动提到画本内容的宋哥让男人有些意外 他这是愿意同我说了吗 此时宋哥开始叙述小说中的剧情 在所有皇子中 身为皇后嫡出的大皇子 和皇帝最宠爱的三皇子 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储君 可在皇帝重病卧床后 因担心老皇帝立三皇子为新帝 身为皇后娘家的丞相府 便带着大皇子提前找到老皇帝逼宫皇位 为了排除一己 大皇子又将其余皇家子嗣全部铲除 所以到了剧情中断 只有早早离宫身患残缺的您 没被大皇子注意到了 便只剩那九皇子逃了出来 而我们昨日就下的糖酒 便是在那时为九皇子断后送出了性命 最后九皇子跑去您的府邸寻求庇护 而这部分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那时的您独自挡在王府门前 即便面对千军万马却窥然不动 是何等的气魄 只是这本小说我只看到这里 还没能全部看完 不过之前看了点剧透 知道结局是九皇子联合武林势力攻打皇城 最后成为新帝 听完的秦昭有些干涩 所以夫人您 果真是喜欢画本中的我吗 宋哥瞬间一个头两个大 本想转移话题 这咋还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呢 心虚的宋哥直冒冷汗 夫君是不是搞错重点了 正常情况下不该是问问自己的结局如何吗 怎料秦昭直接扑了过去 可威夫更在意夫人的想法 为了让他安心 宋哥主动将他抱住 放心吧 小说和现实还是可以分得清的 而我对小说中的角色大多只出于一种观赏性的喜欢 我也明白 您才是那个 要帮我回家的伙伴 男人文言心底一沉 回家 他就这么想要回家吗 对了 臣妾之前问过夫君是否想要登上皇位 夫君有答复了吗 当然 若是你真不想的话 我也不会逼您 男人此刻的内心已复杂到极点 他想到小时候的自己总被人嘲讽 想到母亲复仇的执念 而他生存的唯一目的 便是得到那个皇位 这时宋哥的呼唤将他的思绪拉回现实 是不是为夫当了皇帝 夫人就会离开 宋哥看着男人一脸的认真 之前和夫君解释穿越时说过 现实中的唯一身体处于重伤状态 所以需要完成系统任务才能重新活过来 当然 我也没有什么尽快回去的执念 主要还是看夫君的选择 为夫明白了 说话间 男人搂住宋哥的手也越发用力 他知道自己登上皇位的代价 那便是宋哥从此消失 想到这 男人瞬间失去了理智 被突然推倒的宋哥心底一颤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 却让他更加傻眼了 男人刚对媳妇动心 可媳妇却一心想要回到现代 这样一向稳重的王爷直接变成了封批 失去理智的他将宋哥直接扑倒 并狠狠咬住他的脖梗 此刻的情招如同豺狼虎豹般享受着嘴中的猎物 即便宋哥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直到心脏加速到快要无法克制时他才起身 抱歉 我好像有些累了 他也不知道为何 最近总是做出些不太像自己的事 宋哥被整得很是猛逼 这解释貌似也太敷衍了吧 他摸了摸自己还在刺痛的脖梗 心想他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还有他刚刚的眼神 就仿佛在盯着自己一般 难道他能看见 还是说都是自己的错觉吗 怎料情招却突然将他的手拉开 并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 帮他清理了伤口 此刻的宋哥除了感觉崩溃便还是崩溃 这家伙不对劲 非常的不对劲 男人嘴角挂着血迹 并对自己的处理结果很是满意 已经好了 尝不到血液的味道 随后便像没事人一样拉着宋哥就要休息 睡吧 至于你想要的答复 明天起来再说吧 可宋哥哪能淡定得了 他到底搞什么挥机 做了这么一大堆迷之操作 居然还倒头就睡 此刻的宋哥恨不得将他拍碎 你这家伙算是崩人设了吧 没想到温文尔雅的小白莲居然秒变十人花 虽然知道兔子急了也咬人这种事 可他真不懂这情招究竟在急什么 他抬眼看向此刻安静下来的情招 也许 他同那九皇子一般 都有着书中没能提及到的秘密吧 可是 这个秘密 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然而此事过后一切又回归了平常 手术后的千秋也恢复了清醒 而两人拥抱的画面 让宋哥心底庆幸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另一边连锁店的经营已经走上正果 有了足够的启动资金后 宋哥又开始着手于火锅烧烤店 以及日用品商店 不过眼下他还急需一个精通机关术的人才 这时路过的唐九表示他可以帮忙 宋哥掏出土纸 表示想要制造一个能自动研磨粮食 和将水引入农田灌溉的风能装置 新奇的功能虽从未见过 但唐九表示愿意尝试看看 让唐门少主去做这些粗活 宋哥有些不好意思 可唐九却表示无爱 毕竟您和秦王圣守是在下的恩人 唐某定会倾尽所有来报答这份恩情 夫妻二人同时正在原地 这秦王圣守的称呼 其实是秦昭早前为了躲避魔教追杀 流走江湖时伪装出的名号 而此事按理说不会被人知晓才对 秦昭却很冷静 阁下是如何知道的 唐九十分有愧地跪在地上 二位放心 唐某没有恶意 只是想确认一下 因之前曾受人雇佣监视王府 试图确认昭王与江湖中秦王圣守的关系 唐某十分抱歉给二位添了麻烦 可即便如此 二位仍以得抱怨救下唐某与千秋 所以唐某愿意将知道的一切全部告知 此时的秦昭却始终盯着宋哥的伯狗 这牙印咬得这么深 但凡是个人应该都能看得到吧 被逼出宗门后 被同样离家的千秋救下 身体康复后 为了维护生计的他 便来到黑市以唐门门徒的身份 去接各种保密任务 虽然在黑市都不会暴露买主的信息 但从街头人那还是套取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而那买王府消息的人 应该是来自皇宫 而且还是对江湖规则相当熟知的人 若是二位有怀疑对象 那日后必要多多提防 宋哥听完便在心里有了答案 在宫中诸位皇子里 还能和江湖人士来往密切的人 只有九皇子秦圣天 此时不愿再添麻烦的唐九表示 等千秋恢复好后会尽快离开 好不容易才给王爷找到 得力助手的宋哥怎会答应 没有什么麻烦的 二位若是暂时没有去处 不如就留在王府坐几日护卫吧 想来那晚的杀手 已经知晓我与昭王的存在 毕竟王爷的轮椅十分显眼 随便打听便能对号入座 既然危险已经存在 那不如就正面迎击吧 几日后 本还卧床的千秋已恢复大半 若不是二位恩人相救 凤某真以为自己这次死定了吗 首次听到姓氏的宋哥眉头微皱 他居然姓风 若他没记错 在小说中的凤姓者 除了被遇刺姓氏的大将军嫡传一脉外 应该就没有其他人了 姑娘宁莫非是郑国将军之后 少女一脸尴尬 没错 在下凤千秋是将军末女 因些琐事暂时还无法归家 此时的唐九瞬间被惊掉下巴 你之前怎么从没和我提过这些 少女俏皮地眨着眼睛 你也没问我呀 宋哥一脸八卦地看着二人 你们俩 该不是在私奔吧 少女十分豪爽地一把勾住糖酒 我与小九就是兄弟 怎么可能私奔 宋哥有被震惊到 看来这姑娘还没能意识到对方的心意 我跑出来就是想多看看外面的景色 毕竟军营不用女将 被关在闺房等待出嫁的感觉实属无聊 所以想着不论如何都得先放纵一下 将这世间奇景全部见识后 才能乖乖回去任命 宋哥十分理解他的感受 毕竟他的武艺不输男人 却要遭受封建思想的束缚 这时翠儿心惊慌忙地冲了进来 原来是他那扎爹又来王府找事了 父非王爷本想哄媳妇开心 怎料掌控欲爆棚的他 却又抱着媳妇砍了起来 就在刚刚 得知扎爹找上门的宋哥知道他来准备好事 果然扎爹一进门就是一通责备 说他不懂得尊重长辈 宋哥懒得理会 甚至都不愿回头看上你 因为他俩上门可不是因为思念 而是他们那个好搭闯了后来找他摆平 和母急出一身汗 李大哥在牙内当差 却突然被当成私吞两响的罪人 关押进牢房 李大哥虽说心知口快 但对人一向大方 是绝不会做这种贪便宜的事的 宋哥忍不住内心吐槽 就他这嚣张跋扈的性子 岂是心知口快这么简单 让他去混官场那就是在自觉坟墓 所以他知道这家伙早晚会闹出乱子连累王府 不然自己何必掏出所有嫁妆来签那份契约 既然选择拿走他的嫁妆 那除了是他何必还要再滚 你们找我有什么用 应该去找官府才是 扎爹一听怒了 他可是你哥 只要你求王爷出面通容易些 说不定他们就能放了上 放肆 厌烦的他几乎用了所有力气 你们嘴上说着求王爷 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拜托的态度 倒更像是在命运 宋哥打心底讨厌他们如此轻视女性和病残的王爷 既然你们连基本的礼书都不懂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还请回吧 想救儿子的何母拉住 想要发飙的何父劝他冷静 就胜要紧 于是两人放低姿态再次请求帮忙 这时秦昭拉过宋哥的手心 在上面写着需不需要帮忙 本孩心情烦躁的宋哥突然好了许 没错 至少还有他会站在自己这边 他轻轻捏住他的指尖表是不用 随后从怀里掏出之前的契约 要王府出手也不是不可以 但前提是何府真能付出相应的代价 作为违约者 不但要付给王府三倍嫁妆 还要拿出三套御次嫁衣呢 发现自己被算计的何府瞬间炸 我让自己女儿帮忙可不算是提要求 这么荒唐的事就算你找官府都不会 没错 正是因为荒唐没人会派 那我索性不帮忙就好 毕竟花鸭都在 就算您去告我不笑也会落人口神 当然 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毕竟您也是我从前的家人 您可以选择用整个何家来换您的宝贝儿子 我没有任何逼迫您的意思 您也可以选择骂我一顿 然后重新寻找个能帮您的 侯欣元 在和父和母离开后 半天没看到媳妇的秦昭来到房间 然而刚进门 就看见媳妇将自己蒙在被子 夫人这是在做什么 突然一谋的宋哥脸色差到极底 我在装鸵鸟 您可能不认识这个动物 可臣妾现在不想思考也不想解释 最近的事情太多了 若不再放松一下感觉神经就要崩断了 秦昭正在原地 他这是不开心了吗 他缓缓上前掀开被子 在钻入的同时又碰掉了丝带 直接把一旁的宋哥吓得一击灵 你进来干嘛 说吧 小手还不停地将他往外转 男人一把握住他的手 为父想和您一起 他轻轻吻上他的指尖 其实想救您的兄长并不能 就算本王毫无实权 但官府也会给几分薄面的 心脏狂跳的宋哥小脸飞红一批 心想这秦昭最近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苗 他连忙收回手尴尬地咳了两声 都都说不用了 臣妾开店时也攒了不少人脉 何宗胜的是可以找他们打听 所以夫人最终还是打算帮他们的 宋哥沉默了片刻 看他们表现 若何家愿意用全部家常换儿子平安 那说明这一切可以轻松操控 至少他们还有些人情味 宋哥想起从前的自己 父母连名字都没取便将他抛弃 这宋哥的名字还是后来的养母为他取 在那之前他根本不懂家是什么 想到这 他的心情又当到基底 他不停地甩着脑袋想要甩掉那些坏情绪 让臣妾暂时当一炷香的废人吧 只要一炷香便行 躲在被子里的情招阴光线不足而看不清他的脸 可若换作之前 他会对如此消极的宋哥感到厌烦 甚至会直接舍弃 但此刻 他却很想将陷入忧伤的宋哥紧紧抱住 随着心意的他将裹着被子的宋哥整个抱起 他也不懂这冲动感是属于哪种情绪 或许是想近距离观赏猎物沉浮于脆弱的掌控欲 就像之前咬他时一般 猛逼的宋哥小脸通风地探出脑袋 夫君你这是干嘛 男人却将他抱得更紧 夫人别动 让卫夫抱一会儿 可下一秒他又张开嘴 只是这次的他没有用力 他抱着不断挣扎的宋哥一通乱肯 或许是时候同意他登位的机会 反正原本回宫就是为了皇位 而那个位置 是他诞生于世的唯一 宋哥 我想好了 我会登上皇位帮你回家 倘若这是夫人想要的 那卫夫便拼尽全力试试看 话音刚落 宋哥便开始变得恍惚 一阵炫韵的他仿佛听到有人在唤着自己 而呼唤声中似乎还夹杂着一气的滴滴声 这一瞬间 他仿佛看到了现代 当回过神后就看见秦昭在问自己 夫人 夫人你的回答呢 你现在开心了吗 宋哥木奈的回了个恩 此刻拉着秦昭一起休息的他还以为是自己太不平 却不知自己没多久 将会重新穿回现代 与他分离